深夜无人的美术馆 一向是灵异事件发生的好地方 此刻就有一个胆大无比的少女 站在一幅画作前仔细端量 而这个少女正是我们的女主夜出 偷偷潜入美术馆的夜出 看着哥哥的画作忍不住地哭出声 为了寻找哥哥 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头 而现在陪伴自己的 却只有这幅冷冰冰的画作 哥哥你到底在哪 哭泪的夜出 轻轻地趴倒在画作上 就如同被哥哥拥入怀中一般 全然没有发现 手掌上的鲜血 如同拥有自己的意识一般 被吸进画作 随之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一大群蝙蝠也从画作中飞涌而出 吓得夜出尖叫出声 而飞涌出的蝙蝠 如同被人控制一般 不停地撞击着夜出的身体 随着蝙蝠的撞击 夜出控制不住地往后撤退 本以为会撞上墙壁 不曾想夜出 竟然可以穿过画作 未知的恐惧 使得夜出拼命求救 此刻的夜出 多么希望有人可以来帮助自己 然而深夜的美术馆 哪里会有人在呢 深厚的画作如同黑洞一般 丝毫不给夜出逃离的机会 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 夜出已经完全进入画作当中 古堡的深处 一位俊秀的少年 正安详地睡在棺材里 银白的发色 清秀的脸庞 显得神秘而优雅 而在少年旁边的地上 还躺着一位少女 此人正是掉落画中的女主夜出 受到撞击的夜出 不知道已经昏迷多久 刚睁开双眼 就发现那名躺在棺材里的少年 这世界上 竟然会有那么好看的人 刚想挪动脚步 上前观察的夜出 还没动 就被躺着的少年察觉 随即睁开自己那双 如同红宝石的眼眸 转头看向夜出 看见少年清醒 夜出的脸颊 不自觉地浮出一丝红韵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笑 小哥哥 请问这是 这是哪里啊 那个 那个说出来 你可能 夜出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少年打乱 露出那尖锐无比的獠牙 开口说道 我好饿 可以吃你吗 夜出听见这话 瞬间就不好了 吃 吃我 哪种吃 蘸酱油 还是蘸白醋 还是巴光光 洗白白的那种吃 正在他胡思乱想时 一双干枯苍白的手 从他身后的门缝伸出 紧接着走进一名 身着红衣的女人 女人的脸可怕而又诡异 全身的皮肤 如同纸一样的白 看见这幕的夜出 脸上铁青 自己到底 来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看见夜出的女人 格外兴奋 看来 小蝙蝠又给我送来了一道餐后甜点呢 他转头一看 那名少年竟然安然地躺在棺材里装死人 这人有没有一点责任感啊 随着女人慢慢靠近 一旁的夜出却显得十分抓狂 哎呀呀呀 不要啊 放开那个少年 让我来 被惊扰到的女人倍感不快 伸出那干枯的手指轻轻一点 随之夜出的身体彻底无法动弹 那你 为什么自己动不了了 我到底是来到怎样的一个世界 解决掉麻烦 收拾好心情的女人 正准备享受自己的豪华大餐 张开大嘴 露出自己尖锐无比的獠牙 没曾想 女人并没有咬伤少年的脖颈 反而是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声 双手还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咙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本该躺着的少年 却突然睁开双眸 手中还紧紧地抓住女人的衣角 毫不留情地将对方甩飞出去 同时还擦了她自己嘴旁那不知名液体 开口说道 特地为你制作的圣水 不知道是否还合你的胃口 原来 看见小哥哥安然无恙 夜出在一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可真的太好了 而墙角那受到重击的女人 却十分不解 你到底是谁 我的名字是布兰德 爱德华 自爆家门的少年 却显得异常淡定 听见爱德华的名字 女人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名吸血鬼猎人 看样子今天自己凶多吉少了 此刻的女人 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 趁其不备 伸出自己那双干枯的手掌 抓向爱德华 现在爱德华和她必须死一个 是一副临微不乱的模样 而身后的夜出却十分的不淡定 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 看见吸血鬼的指尖 即将碰触到爱德华的那一刻 条件反射一般的向前冲去 用自己那瘦弱的身躯 挡在了爱德华面前 锋利的指尖 瞬间划破了 夜出那娇嫩的皮肤 刹那间 衣衫褣的夜出 鲜血流了满地 身负重伤 体力不支 使得夜出支撑不住的向后倒去 却被身后的爱德华 闻闻接住 抱在怀里 而在倒下的瞬间 夜出身上的十字架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被光芒照耀到的吸血鬼 有了消散的迹象 极度的疼痛 让吸血鬼 发出凄厉的喊声 死亡的威胁 促使着这名吸血鬼 转身就是逃跑 而此刻的夜出 却瘫倒在爱德华的怀中 看着为了保护自己 生命垂危的夜出 爱德华的脸色 不由复杂许多 从未被人保护的爱德华 心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受伤的夜出 此刻却开始眼神涣散 真的好疼啊 难不成自己要死了吗 看到这么的爱德华 不由地恼火起来 都是因为那该死的吸血鬼 爱德华 生怕会弄疼了对方 轻轻地把夜出放在地上 转身就朝着吸血鬼追去 被逼上绝路的吸血鬼 无助地朝着爱德华喊道 你这个叛徒 等着接受女王 和贵族们的制裁吧 恼怒不已的爱德华 此刻可管不了那么多 你能有命 通知他们再说吧 随即掏出身上藏有的木蝎 狠狠地向着吸血鬼扎去 随着木蝎扎入吸血鬼的心脏 这个作恶多端的吸血鬼 被永远地留在了这 身受重伤的夜出 此刻正躺在爱德华的城堡里休息 刚刚清醒 就发现自己 再次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身上的衣服 也不知道被谁给换了 自己不会被人看光光了吧 想到这的夜出 穿好鞋子 就准备出门找人平衡 自己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怎么能这么被占便宜呢 随即跟随声音 一路寻找到爱德华 没曾想 却看到了 让夜出一生难忘的景象 一名赤裸身体的男子 依靠在浴室边上 手中还端着一杯红酒 从容而幽艳 看见这木的夜出 面红而赤 鼻腔的鲜血 瞬间喷涌而出 不由地在心里大骂一句国粹 发现夜出的爱德华 看见少女这幅花痴无比的模样 不满地开口说道 看够了吗 女人 女 女人 这扑面来的霸总气息 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你洗澡不关门的 此刻 恼羞成怒的夜出 不由地开始发起牢骚 再说了 你不是也帮我换了衣服 听见这话的爱德华 也不由地微怒 你在说什么 是女扑给你换的 又出去 听见这话 夜出也有些不好意思 转身出门 嘴里却说道 好好好 你赢了 出去就出去 我才不稀罕看你 夜出来到露台 向爱德华 坦白自己的来历 听见夜出那荒谬的解释 爱德华并不相信 不过好心的爱德华 还是和夜出介绍起这个国家 原来这是一个 由吸血鬼掌控的世界 无论是女王还是贵族 全都是吸血鬼 然而弱小的人类 则是被当成食物 贡献给血族 为了保护人类 就出现了猎杀吸血鬼的 地下组织 爱德华正是这个组织的老大 得知这一切的夜出 并不是十分的理解 但是 爱德华愿意和自己说这些 也不由地开心许多 就想委托爱德华 帮助自己 寻找失踪已久的哥哥 抬头却发现 爱德华正在品尝 这一杯红色的液体 不由得好奇开口问道 这是什么 听见夜出的询问 爱德华一脸坦然 嘴角还挂着几滴鲜红的液体 人血啊 要来一口吗 听见爱德华的回答 夜出倍感无力 为什么这么帅的小哥哥 也是一名吸血鬼啊 然而 还没等夜出实话结束 爱德华就继续开口 离我远点听见没 还是说 你期待着会发生什么 听见这话的夜出 彻底无语起来 这个人是自恋狂吗 我才没有期待和你发生什么呢 然而 话还没开口 就被赶来寻找 爱德华的小弟打断 见此情形 夜出也不好来说什么 眼睁睁地看着 爱德华和小弟离开 独留自己一人在原地 第二天 夜出独自寻找线索 想起亲人 夜出不由地思考 应该如何才能回家 夜出在思考自己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来到这个世界 血 是血 当初是因为血 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想起当时鲜血 碰触画作 而产生的异象 夜出决定进行尝试 转身就拿起身旁的玻璃片 在手指上轻轻滑了一下 鲜血瞬间滴落在地面 然而 奇迹并没有发生 除了地上的那滴鲜血 什么都没有变化 夜出不由地烦躁起来 难不成 自己要死一次 还可以吗 就在夜出思考时 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 那高大的身躯 把夜出完全拢罩起来 是爱德华吗 本以为是爱德华 来寻找自己的夜出 转头看了过去 却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子 哭倒在地 仔细一看 怎么又是吸血鬼 男子锋利的指尖 在夜出娇嫩的脖颈 轻轻一划 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 吓得夜出瑟瑟发抖 而眼前的吸血鬼 还在不断地向自己靠近 此刻的夜出 忍不住地想到 这次 他是死定了 就在夜出 已经做好任命准备时 跟后一弩见 飞速射向身前的吸血鬼 原来是爱德华出现 救下了自己 看见爱德华的出现 夜出不由地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身旁的吸血鬼 燃化为灰烬 此刻的爱德华 被对阳光 伸出手掌 准备牵 夜出起身 整个人显得格外温柔 还好吗 夜出彻底绷不住了 日接扑倒在爱德华胸前 放声大哭 而一旁的爱德华 直男本性暴露无遗 开口就是 没事的 只是皮外伤 还好动脉没被划破 不然 你就是一句干尸了 听见这话 夜出差点没炸毛 这个骗子 明明和自己说过白天很安全的 不过看在他救了自己的份上 就不和他计较 但是夜出却一直很好奇 身为吸血鬼的爱德华 为什么会猎杀自己的同伴呢 听见夜出的问题 爱德华并没有回答 反而说他多管闲事 好好考虑 自己应该怎么生存才是正事 夜出并不知道 爱德华的心里 掀起了多大缩乱 身为吸血鬼的爱德华 还在童年时期 就目睹了人类母亲 被吸血鬼父亲活活烧死 如果不是被好心的阿姨救下 只怕也已经不在了 而身为吸血鬼的爱德华 不仅被父亲抛弃 也融入不了人类的世界 为了可以得到人类的认可 从此成为吸血鬼猎人 以求获得原谅 回城堡的路上 爱德华可能想事情 想得太过着迷 竟然一头撞到了树上 本想上前的夜出 却被爱德华一把推开 随即恶狠狠地对夜出说道 别过来 你就不怕 我做什么坏事吗 听见这话的夜出 立即反驳道 你不会的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听见夜出的话 爱德华的心被狠狠动摇了 从未有人说过 自己善良 这个人类女人 怎么能一次一次 触动自己的内心 爱德华一如往常 出去猎杀吸血鬼 回来时 却受了严重的伤 看着爱德华紧簇眉头 不由地心疼起对方 身为吸血鬼猎人的爱德华 受伤已是家常便饭 而夜出就是负责帮爱德华 处理伤口的那个人 看着爱德华那俊秀的脸庞 夜出情不自禁地想亲下去 却想起之前一幕幕 爱德华对待自己的场景 爱德华好像并不喜欢自己呢 随即羞红着脸 转身离开 就在夜出出门的瞬间 却遇上一个前来探望爱德华的女人 本以为只是普通朋友 却不想女人看见 夜出手中的那盆处理伤口的血水 直接闯了进去 来不及阻止的夜出 却听见身后的小弟说道 姐姐 你让她进去看看吧 她是老大的未婚妻 听见这话 夜出手掌的水盆 瞬间被打翻 爱德华竟然有未婚妻 这肯定不是真的 站在门口的夜出 却看见屋内的女人 毫不在意地割破自己手腕 把鲜血喂给爱德华 而吸到人血的爱德华 此刻也缓缓睁开双眼 随即温柔地向女人道歉 拉起女人的手腕 处理起伤口 看见正幕的夜出 明白小弟说的都是真的 转身跑出城堡 原来自己做的一切都那么可笑 原来自己喜欢的人 已经有了爱人 自己就像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坏人一样 随即安慰起自己 也许她并不是喜欢爱德华 只是感激罢了 想通这一切的夜出 收拾好心情 快速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道歉自己 你只是犯了花痴 一切都是自己小多了 就在夜出准备起身时 身后却突然伸出一只手 拍向夜出的肩膀 来到异世界的夜出 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竟然是和大家一起吃饭 看见大家都在 夜出直冒汗 原来是因为夜出喜欢的人 和她的未婚妻都在 本想开口询问爱德华伤口的情况 却发现自己 已然没有了开口的身份 一行人在沉默的氛围中 进行这场晚餐 下定决心的夜出 夜出突然开口 你好 我叫夜出 因为城堡的女仆 突然回家 爱德华就收留了我一阵子 而一旁的爱德华 突然捂住伤口 脸色暗沉 身旁的女人 也及时上前问候 看见这幕的夜出 既担心 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只能在对面看着 爱德华和女人的互动 夜出不由地感叹一句 你们看起来很般配 而听见夜出的话 对面的女人 开心地直冒跑 身旁的爱德华表情 却是淡淡的 女人此时已经 却自顾自地说道 我们打算下周结婚 听见这话 夜出不由地拽紧自己的衣裙 开口询问 你们下周就结婚 为什么我之前 一点都不知道 爱德华却开口说道 是的 临时决定提前了 而一旁的女人开口解释 因为爱德华 总是不管不顾的执行任务 所以就打算提前结婚 这样也算有了牵绊 爱德华听见女人的话 却一副呆呆的模样 惹得女人 伸手戳了戳爱德华的脸颊 等她 是不是想反悔 听见这话的爱德华 本然抓住女人的手 开口 承诺你的 定会做到 她欢看见这幕 默默低下头 眼睛滑落几地的晶莹的泪水 为己调整好心态 开口祝福 心里却默默地想着 爱德华 当遇见你的那一刻 我以为自己变成了公主 遇见了命定的王子 现在我才明白 至始至终 不过是一个路人 所谓的一见钟情 不过是一场 没有结果的单相思 夜出看着爱德华 和他的未婚妻 心里很是难过 下定决心的夜出 决定离开这个 让自己痛苦不已的地方 不过 离开这里的夜出 又能做些什么呢 去街头卖一码 别开玩笑了 这里可是吸血鬼的世界啊 突然爱德华 从夜出身后出现 看着正在画画的夜出 询问 这个是我吗 夜出恩了一声 而爱德华 却在身后拖着塞 你画得有点丑 听见这话 夜出顿感无语 这人咋这么不会说话呢 却也和他解释道 这是草稿 还没画完 等画好 再送给你 而听见夜出的回答 爱德华表示感谢 并向夜出带来了好消息 原来夜出的哥哥 也因为机缘巧合 来到这个世界 只是目前并不在这个小镇 听见这话 夜出此刻也下定决心 告诉爱德华 自己把画给完成以后 就要离开这里 去寻找哥哥 爱德华得知 夜出将要离开 神色不由地落寞了许多 这个女人要离开了吗 她并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不开心 只好开口 你走之前 我教你一些防身的本身 一旁的夜出 也欣然答应 看着爱德华 很是不解 为什么要笑 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夜出彻底疑惑了 安不成爱德华 并不喜欢自己的未婚妻 爱德华 好像知道 夜出在想些什么 开口解释 我从小被他们家照顾长大 所以只要是他们想的 我都会满足 听见这话 夜出笑了笑 转身举起那幅画作 对着爱德华甜甜地开口 我去完成我的大作了 我会努力不给你画丑的 却不想 门口出现了未婚妻的身影 这对父子 见面就是大打出手 爱德华的父亲 是吸血鬼伯爵 身为吸血鬼猎人的爱德华 看见父亲不由的怒从兴起 大声吼笑男人 从小没有体验过 父爱的爱德华 对于父亲 前来寻找自己的行为 十分反感 听见爱德华 对自己满满的恶意 男人不由的皱紧眉头 但还是希望可以 和儿子化解矛盾 爱德华听见眼前的男人 竟然提起自己的母亲 面色阴沉 想到童年时期 母亲被这人活活烧死 直接抓起床边的银剑 刺向父亲 身为血统纯正的吸血鬼伯爵 爱德华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只见他 轻轻地握住对方的手腕 银剑的方向瞬间改变 本该刺入胸膛的银剑 只是擦破了对方脸颊 随手拍向爱德华的胸膛 便被打飞在地 躺到在地的爱德华 口吐鲜血 不由攥紧一脚 还是没办法帮母亲报仇吗 一旁的父亲 半蹲在爱德华面前 冷漠地开口 伤口裂开的滋味如何呀 只有这样你 还能记住教训 这才是你面对父亲 该有的姿态 而地上的爱德华 不停咳嗽 吐出一滩滩的鲜血 恶狠狠地说道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为我的母亲报仇 听见这话 父亲不由地动容许多 原来这么多年 他始终爱着爱德华的母亲 前来寻找爱德华 也是为了弥补对他的亏欠 随即抓向地上的爱德华 从手中释放一道白色的光芒 随着光芒的消散 爱德华身上的伤全好了 本想扶起爱德华 却被他一把打开 父亲明白 爱德华并没有原谅自己 随即留下当年 为爱德华母亲打造的婚戒 和真心的祝福 消失在夜晚 来到异世界的夜初 以女佣的身份 陪在爱德华身边 可就在昨天突然得知 她已有未婚妻 这个一头褐色长发的女人 便是爱德华名正言顺的 未婚妻奥利维亚 这天奥利维亚 看夜初无所事事 便问道 你现在很闲吗 身为女佣的她 瞬间就慌了 连忙解释 自己没有偷懒 马上就去洗衣服 谁知奥利维亚 竟将衣服都洗好了 还邀请她一起去逛街 一听到逛街 夜初两眼放光 毕竟她已经很久 没出去过了 路上奥利维亚 向夜初说起爱德华的身世 其实她只有一半 吸血鬼血统 一两个星期 进食一次 就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但是爱德华 不会杀人吸血 所以奥利维亚 就是她唯一的血缘 只是一个人的血缘不够 有时候 也会吸取动物的血液 可效力不足人血的十分之一 这时 她想起那碗 爱德华喝的红色液体 那杯子里 肯定是动物血 还吓唬她说是人血 不过是想下退她罢了 他们来到水果摊 摊主大妈热情地 祝贺奥利维亚 即将成为新娘子 可看见夜初就立即变脸 还在耳边偷偷说 看到了 她勾引奥利维亚的未婚夫 并严肃地告诫她 要照顾好主人 安守本分 夜初听了生气地 赚紧拳头 明明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随即大妈就将包裹 递到她的手中 狠狠地说 你这个下人 怎么能让主人 提这么重的东西呢 她只能低头阴沉遮掠 接下 之后 他们又来到裁缝店 店里有漂亮的婚纱 夜初看着这雪白的婚纱出神 奥利维亚竟然亲切地 让夜初也是一套 这样可以在一起对比 夜初嘴上说着婚服 应该要亲自使才行 其实心里乐开了花 免费是衣服 谁能拒绝呢 不一会奥利维亚 或者长长的裙摆出来 光滑的长发和雪白的肌肤 趁得婚纱格外贵起 这时爱德华也忙完麻场的是赶了过来 像奥利维亚一一汇报那些麻烦事 此时夜初也换好婚纱 却在门口看见了爱德华 两人一看见对方 就一口同声地说 你怎么在这 爱德华自然地说 我来试衣服啊 夜初才反应过来 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他穿着婚纱尴尬地站着 心想自己到底算什么 而爱德华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夜初 奥利维亚见状开口 看来对于我来说 你还是更重于夜初 应见这话 爱德华头顶瞬间冒出冷汗 奥利维亚却微微一笑 不用那么紧张 我说的是衣服样式 这个女人多有心机 明明知道对方喜欢夜初 还要拉着夜初一起试婚纱 并且还要爱德华选一个喜欢的 此时的爱德华被夹在两个女人之间 没有办法的爱德华 只能夸奖起未婚妻很好看 而女人好像并没有想放过她 反问爱德华 难道夜初穿这件婚纱不好看吗 爱德华只能叹了一口气 说道不喜欢不好看 听见这话 夜初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扎了一下 看见面前甜蜜的两人 只好落寞地离开 转身脱下那华丽的婚纱 爱德华怎么可能会选择自己呢 明明他一点都不喜欢自己 却不知道 这是爱德华头一次对未婚妻说谎 太阳渐落 爱德华和未婚妻 此时也选定好了结婚礼服 门外的爱德华绅士的帮女士拉门 而看见磨磨蹭蹭的夜初 爱德华也不由地开口催促 却看见夜初手中抱着一堆的物品 不由地心疼起来 为什么买这么多 接着就要拿过包裹 帮夜初分担 此刻的夜初却 紧急自己的身份 不愿意让身为老大的爱德华 帮自己拿东西 这是我的工作 听见这话 爱德华眉头紧簇 大声说道 你的工作是洗衣服 打扫 不包括扛东西 说完就抢过夜初身上的包裹 拉起未婚妻向外走去 而看见这幕的夜初 也不由地落寞许多 自己实在是不想再看见两人 于是找了个借口 坚行离开 身旁的女人 却不合时宜地开口说道 早点回来 我们晚餐等你 听见自己的未婚妻 在说夜初的坏话 爱德华不由地皱起眉头 夜初也没有做过什么 为什么要天天针对她呢 随即开口说道 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 羞辱夜初了 也不要逼迫别人隐恨 对一个即将离开的人 彼此留下一个好印象不好吗 听见这话 女人仰起头叹了一口气 看见这幕 未婚妻心里却和明镜一般 爱德华拥有众多的爱慕者 但是他却从来不屑一顾 虽然不曾爱过自己 但是自己也却感到自作 然而 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自从夜初到来 爱德华看向他的眼神就变了 镇子上也全是他们的传闻 对待夜初也比任何人都要好 爱德华却不以为然 他从不认为 对待夜初与别人有何不同 其实他不知道 当自己开始辩解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了全部的问题 不愿再继续纠的爱德华 冷眼说道 我们三天后就结婚了 夜初也不会介入我们的生活 难道你觉得 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 听见这话 未婚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明白 爱德华并不喜欢自己 失望地转身离去 留下爱德华一人呆立在原地 自己喜欢的人 马上就要和别人结婚了 伤心的夜初 选择用美食安慰自己 他一边大口吃着面包 一边往前走 却不小心看见 墙角正在接吻的两人 男人看见夜初 就慌张地背过身体 年轻女人气冲冲地朝他走来 掐着腰大声斥责 老娘的生意都被你这个女人给毁了 夜初本来就不开心 这下更气愤了 抱着胳膊就跟女人对峙 难道这条街都是你家的吗 其他人不能走吗 女人听了这话 瞬间火冒三丈 这个死丫头竟然不懂这的规矩 擅自闯入这里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说着就要伸出手打她 就在这时 从身后冒出一个风营的老女人 制止了她们 不怀好意地询问夜初 家在哪里 有无工作 家里几口人 她意识到这老女人不对劲 便扯了个谎 我家几十口子呢 孩子都三岁了 说完就往回跑 原来这两个女人 都是做那种交易的 一旦夜初泄露出去 公爵可不会放过她们 不过看她平凡的打扮 可能都不知道公爵是谁吧 她们看夜初年轻 又有点姿色 便动起了歪心思 打算私下打探夜初的身份 或许能卖个好价钱 此时的奥利维亚 正跟爸爸讨论是否解除婚约 毕竟结婚 是爸爸当初以养父的名义 以爱德华做出的选择 现在既然她已经有了 自己喜欢的姑娘 那就随了她的愿吧 可父亲却表示不同意 高高在上的女儿 怎么能向一个贱女人低头 她叹了口气劝告她 遇到事情 不要只想着退缩 要争取才行 一旁的女佣也愤怒地附和 是啊小姐 只要让那个女人消失 您就不用心烦了 听到女佣这样说 奥利维亚慌了 结结巴巴地开口 您不会是要杀了她吧 喜欢的人快要结婚了 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夜初的容身之处 现在她必须另外找个工作 于是她请求爱德华的帮助 爱德华 我可以再拜托你一件事吗 能帮我写封介绍信吗 去哪都好 爱德华听到后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声带震动 淡淡挤出一句 嗯 夜初看她这么冷漠 又开口说道 一直以来给你添麻烦了 这时爱德华才扭头表示 希望你在别的老板那边 不要好吃懒做的 他们的脾气可没有那么好 夜初并不觉得自己 哪里好吃懒做 也没看出来 爱德华的脾气哪里好 于是气鼓鼓地跟她理论 爱德华被她跳脚的样子 给逗笑了 没忍住发出扑的一声 快去干活去吧 大小姐 此时夜初却傲娇得白起了谱 昂起头说 大小姐表示不乐意 却不知这时奥利维亚 和未来岳父闯了进来 应见他们有说有笑 就以为他们在调情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命庸人打夜初 爱德华用眼神质问 站在一旁的未婚妻怎么回事 而未婚妻却将头撇 向一边选择回避 未来岳父面对爱德华 大声质问 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背着我女儿 竟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爱德华非常不解 他不知道偷鸡摸狗的事 是指什么 还请岳父不要血口喷人 而岳父却觉得他在嘴硬 命庸人打夜初 打到忏悔为止 只见爱德华 应沉着脸说道 她是我家的女佣 你们没权利这么做 敢动一下事实 可话音刚落 女佣的手就将夜初按在地上 随即举起旁边的棍子 狠狠说道 这个欺负我家小姐的坏女人 还敢顶嘴 接着棍子就落到了夜初的腰上 夜初啊地叫出了声 爱德华健壮 不禁捏起了拳头 眼睛死死盯住 欺负夜初的人们 这是爱德华脑海中 沉痛的记忆涌现 具有一半吸血鬼血统的他 小时候会控制不住想要喝血 但他又不会杀人 就只能偷吸动物血 于是经常被村民 抓住暴打一顿 直到有一次奥利维亚救了他 才得以保住性命 从此他就为奥利维亚 马首是瞻 从不违抗他们一家的指令 除了这一次 无辜的夜初 正被自己的救命恩人 肆意殴打 他走上前想拉起夜初 却被岳父伸手挡住 爱德华你不能过去 你忍心在让奥利维亚伤心吗 我女儿可是用自己的血 维持了你的性命 你怎么能对他这么残忍 直接爱德华握紧拳头 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一时间不知如何抉择 夜初被揪着头发在地上拖拽 奥利维亚见状有些担心 连忙让爸爸助手 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可女佣却让小姐不要心软 只听地上的夜初 骂骂咧咧咧 你们这群人渣 我诅咒你们 随之发出呜呜的抽气声 女佣更加狂妄了 大声喊道 见女人 长计性了吗 看见庸人羞辱夜初 爱德华再也克制不住了 大概您是忘记了 我从来就不是个好人 随即一把将岳父推开 在他耳边冷漠地说 而且您不常说 我是个坏痞子吗 接着快步走向前 掐住女佣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看来我的话 你是听不懂 说完就丢向一边 让他赶紧滚 女佣被爱德华 惊人的力气吓坏了 才猛然想起来 他是吸血鬼 嘴里不停嘟囔着 别过来 你这个吸血的恶魔 岳父见状懊悔地对女儿说 是爸爸看错了人 是他辜负了你 爸爸对不起你 女儿也是一脸愁容 对爸爸的道歉感到心疼 此时 夜初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强 要快点站起来 咳腿就是不听使唤 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爱德华将夜初背去医院 夜初却在担心 这样贿落人口舌 只要下来走 亮亮呛呛的 他没走几步 就累得咳出了血 他强忍住泪水捂住肚子 身后的爱德华 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伸手扶住 将要摔倒的夜初 可是一靠近 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他是吸血鬼 不能近距离闻这个味道 于是将脸撇向一边 但随着夜初吐的血 越来越多 爱德华来不及思考 直接扛起夜初 飞速往医院奔去 不停流淌的血 顺着夜初的手流到胳膊上 最后浸透自己的衣服 爱德华急心疼又无语 这血味着实让他有些上头 终于到了医院 可医生却正好不在 爱德华只能先将夜初 抱到病床上 明明都已经离这么远了 血的味道怎么还这么浓 一扭头才发现 肩膀上的那一片血迹 这时他想起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 肚子正咕噜咕噜作响 他俯身看向床上的夜初 嘴角的血迹 还未擦干净就安静地睡下 这让饥饿的爱德华 动了歪心思 他紧张地盯着夜初嘴边的血 心想 你这是在诱导人犯罪 一场心理斗争后 便将大拇指按在夜初的嘴边 接着放入自己唇边 伸出舌头舔了舔 还评价道 不算难喝 随后他拨开夜初脖颈的衣领 准备俯身吸夜初的血 一会儿 心满意足地他终于笑了出来 被疼醒的夜初 却跟个孩子一样 哇哇大哭 我都这样了你还会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可爱德华 竟一点都不心疼 拖着腮扰有兴趣地看着他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你就是悲伤不起来 听见这话夜初哭得更惨了 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吗 见夜初生气了 爱德华立刻紧张起来 伸出大手帮他擦眼泪 我的错 抱歉 只是大小姐并不领情 觉得他没有诚意 两人打闹了一会儿 空气突然陷入安静 只听见夜初小声地说 爱德华 能把我翻过来吗 我其实是被痛 医生赶来查看病情不由的感叹 您的夫人怎么被您虐待成这样了 还没等男主开口 夜初就急着反驳 他人这么体贴 怎么会打我 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尴尬的手指捏紧被褥 心里想得怎么就脱口出了 为了掩饰尴尬 他赶紧躺下让医生开始治疗 可医生却说了句 让他更难为情的话 请你把衣服脱掉 见夜初羞红了脸 医生又解释道 不用害羞 只是做例行检查 而一旁的爱德华站的笔直 并没有觉得自己在这有什么不妥 夜初只好小心翼翼地提醒 爱德华 你能出去一下吗 随之木讷的爱德华僵硬地转过身 慢悠悠地离开了病房 由于夜初胳膊也受了伤 导致他使上全身的力气 也还是够不到背后的拉链 医生见状好心地要帮他解开 却被还没完全走出去的爱德华听见了 只见他眉头紧锁 双唇紧闭 边走边嘀咕 这人真猥琐 走出病房的爱德华倚着门 忧心忡忡地看向门外的风景 不久后 终于等来了医生 医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您的夫人是因为脑部血管损伤 才引发了迟发性出血 我让护士帮您准备一些 需要服用的和外妇的药物 这么一大串话 爱德华却只听见了夫人二子 有些无语地回复道 不是夫人 医生眯着眼睛咳了两声 口误口误 接着就看见爱德华 着急地往病房跑 甚至不敲门 就直接冲进去 爱德华无比认真地询问夜出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想到得到的不是感激 而是一床又厚又重的被子 在医院治疗结束 爱德华将夜出领回了家 奥利维亚从屋内走出 对爱德华笑脸相迎 轻易地问候他饿不饿 还给他做了他最喜欢吃的 鹅肝和会鸡 爱德华也礼貌地回复 你辛苦了 看到爱德华没有表现出讨厌的样子 他的笑脸更灿烂了 开始追问爱德华是否还在生气 爱德华避开奥利维亚炙热的目光 淡淡说了两个字 没有 当奥利维亚问到 是否还在生爸爸的气时 他沉默了 聪明的奥利维亚立马明白 自己现在要做什么 于是一手拉住爱德华边走边说 后天我就要成为你的新娘了 我们才是一家人 一家人有什么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接着另一只手拉住爸爸 活泼可爱地说道 你们可是我最爱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可我更爱我未婚夫一些 所以爸爸以后 我要总是为难他 爱德华在奥利维亚 一阵热情的邀请下 已经快要进入厨房 这时突然想起在门口的人 他扭头喊叶初快进来 未婚妻也假意邀请他一起来用餐 而叶初清楚自己的身份 便说自己不饿拒绝了邀请 其实他已经肚子咕噜咕噜叫了 奥利维亚也不再假装 自顾自将爱德华拽了进去 叶初看着他们三人的背影 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他们一家人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和睦的 是自己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在这座古堡里 自己只是一个多余的人吧 想明白这些 叶初觉得出去找工作的事 已经刻不容缓 于是去找爱德华写介绍信 叶初捧着写好的介绍信 开心的像个孩子 太好了 有了这个就不怕饿肚子 爱德华看着他勉强的笑脸有些心疼 等你伤养好了 我再送你走吧 然而听到的 却是叶初非常抗拒的回答 不用 难道你还想被那些人骂肩负淫妇吗 这样你就可以自证清白了 爱德华有些自责的低下头 以后要是遇到困难 记得来找我 爱德华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慌乱与不安 更不知道这种感觉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叶初马上就要走了 或许以后都不会再见 于是他下意识地拿起伞追上叶初 既然他什么都不能改变 那就最后再为他撑一次伞 他们沉默地走到楼下 叶初觉得走到这里就够了 再往前走只会更加舍不得 便接过伞果断地转身离去 看着叶初渐渐远去的背影 爱德华的思绪也逐渐飘远 这个来到陌生世界的女孩 是那么的真诚和勇敢 自从遇见他 爱德华变得突然想保护一个人 他想守护这个女孩 人渣也好 道德败了也好 他不希望他离开 他真心希望叶初可以留下 于是他突然开口喊道 叶初一阵沉默过后 说出的却是请你照顾好自己 叶初挤出一丝微笑 快回去吧 你的未婚妻在等你 说完便转身走向下着倾盆大雨的黑夜 你一定要幸福啊 爱德华 而爱德华还是无法说出内心的想法 因为肩负着对未婚妻的责任 如果自私地跟随内心 就对奥利维亚太不公平了 他想要是能早点遇见叶初就好了 那些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仿佛是一场梦 现实的冷酷 让这场梦变得支离破碎 与此同时 房间内奥利维亚注意到结婚照上的纸条 上面写着 之前的是对不起 祝你们新婚愉快 爱德华曾说 只要是你希望的他都愿意去做 奥利维亚不是这纸条若有所思 叶初 我才是该请你原谅 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当一个人离开后就开始失眠 这算不算一种失恋吗 深夜爱德华心烦意乱无法入睡 只好穿上衣服去阳台吹吹风 突然小弟从身后窜出 见爱德华闷闷不乐 一语就道破他发呆的原因 老大肯定是在响夜初解 爱德华顿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转过头对小弟假装严肃地说道 我想是时候把你嫁出去了 沃克气鼓鼓地双手举起连忙反对 人家可是男孩子 怎么可以把人家嫁出去 爱德华心事重重 现在没有心思开玩笑 不安事事的小弟想法单纯 他清楚地感受到老大对夜初更有好感 理所应当地觉得喜欢谁 就应该和谁在一起 而爱德华却觉得不能对不起未婚妻 可怜的奥利维亚什么都不要 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和他相守一生 难道自己要辜负他吗 想到这里 他就强迫自己不去想夜初 不如让他成为过去世吧 与此同时 夜初来到爱德华介绍的地方工作 本以为就快要有着落了 却被老板的女儿告知母亲出了远门 要两个月才能回来 不能为他办理入职 他虽然很失望 但也能理解 可就在他将要出门之时 却听到有人要找老板娘 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气愤的夜初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没想到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 他就是不想给品行不端的人提供工作 夜初很疑惑 自己没头没墙怎么就品行不端了 在之后的争执中 他才明白是有人传他做别人的情妇 至于是谁传的 不用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没想到奥利维亚一家人这么绝 他都离开了 还要刁难他 之后他就被赶了出来 独自在深夜漫无目的地游荡 最后只能选择在简陋的旅馆凑合一夜 咬痕带来的疼痛愈加强烈 吃了只疼药才得以缓解 此事无依无靠的他更加思念起亲人 哥哥 我到底怎样才能找到 吸血鬼家族的生活不再好过 因为猎人总是伪装成被献祭的食物 趁血族贵族不备 将其残忍猎杀 于是贵族子发帅哥临危受命 前往逮捕吸血鬼猎人的老大爱德华 这边奥利维亚发现了庸人们自作主张 告诉库伯夫人不要给夜出工作 他觉得夜出不会再回来 也相信爱德华不会与他私下见面 何必再加害于人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只有多行善事 上帝才会保佑自己和爱德华 于是孤身前往库伯夫人家说明情况 路上却不料被突然窜出的神秘人偷袭 将他打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在一个破旧的屋子里 他努力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事 居然止不住地抽气起来 哭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 却没有继续前往库伯夫人的家 而是像一只被支配的牵线木偶一样 返回家中 他只想自己安静地待着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没想到一打开门就遇到了爱德华 这是他这一辈子最不想见到他的时刻 奥利维亚吃惊地看着他 与其一反平时温柔的常态质问道 你怎么在我家 爱德华解释是找他一起去拿婚纱 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是自己给盲望了 他看着爱德华的背影有些出神 原本天真的眼神 此刻却突然变得凶狠 一个萦绕在他脑海中的声音不停重复 杀了他 杀了爱德华 于是 他像疯了一样 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朝爱德华的背部刺去 敏锐的爱德华 感受到身后的异常 立刻转身抓住他的手腕 疑惑地问他想干什么 直接奥利维亚目光呆滞 表情凶狠 杀了你 这是你欠我的 虽然爱德华不知道 他为何这样 但自己曾经说过 这条命是他救的 他想怎么处置都行 既然他这么想杀了自己 那就如他所愿吧 便不再抵抗 用凭锋利的刀尖 插入自己的胸口 明天 他们就要结婚了 可现在这个女人 竟要置深爱的人于死地 随着未婚妻的刀刺入他的胸口 爱德华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只见未婚妻奥利维亚阴森森地说 你早些死 我就不会再痛苦了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另站在一旁的女佣不知所措 他从未想过 他居然会杀人 二人对视良久 奥利维亚露出惊讶的表情 看着奄奄一息的未婚夫 好像刚才做的事与他无关 但事实上 确实不是他做的 因为就在刚才那所破旧的房子里 一个紫色长发女人控制了他 如果不杀死爱德华 自己就只能等死 胆小的奥利维亚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于是尖叫着跑出门 留下家里的女佣和爸爸收拾残局 他们打算先把他勒断气 最后埋到郊区 免得苏醒过来去告发小姐 却没想到吸血鬼的体质特殊 这伤口还不至于要了他的命 一会儿就苏醒了过来 还没等恢复 他就急着去找奥利维亚 因为从眼神中他察觉到 不属于奥利维亚的狠毒 他是被人控制的 必须赶紧想办法解救他 吸血鬼的城堡内 爱德华的父亲 听到一个着急的声音呼喊 便躲到一边掏出怀中的挂坠 随即一个漂亮的女人出现 父亲说道 你终于肯见我了 而女人才不管他说什么 着急的让他快去救儿子 有人想杀他 听了这话 爱德华父亲的眼神变得严肃 坚定地说道 你放心 我会保护他 这样一个温柔的大小姐 却突然痛下杀手 伤害自己的未婚夫 不过幸好爱德华的 吸血鬼体质救了自己 这一刀还不至于 让他一命呜呼 醒来后 他没有计较未婚妻一家的 所作所为 而是起身就去找未婚妻 因为他是受人控制 才会这么疯狂 如果不及时解救 很可能会有危险 或许是太疼 或许是太累 爱德华已经气喘吁吁 嘴里不断呼喊着 未婚妻的名字 却无人回应 这时 爸爸突然飞来 着急地要为他疗伤 可刚伸出手 就被爱德华打下去 他想到妈妈 被爸爸活活烧死的场景 就无法原谅眼前这个男人 在他眼里 这个人就是个屠夫 屠夫怎么会救人 真是天方夜谭 爸爸沉默一会儿 无奈地看着儿子 我希望能尽一切 可能弥补你 说完以来的 又是儿子的一顿怒怼 接着他又无比自信地说 我能复活你的母亲 爱德华本是不幸的 可就在此时 妈妈温柔的声音出现 他惊讶地说不出话 就在他错误之时 爸爸抓住机会 向他的伤口出施法 因为不能出来太久 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只能边疗伤边解释 他得到了一件 能射魂的法器 只要找到合适的素体 就能让妈妈复活 这时爱德华 已经对爸爸 放下了一丝戒备 他无比希望爸爸是个好人 便再次追问奥利维亚 被控制一事 爸爸答应会帮他调查清楚 而此时的奥利维亚 无法接受自己杀了爱德华 便失控地跑到河边痛哭 被前来打水的叶初听见 叶初落到此田地 就是因为奥利维亚家的女佣 传一些不切实际的谣言 导致他找不到工作 钱也花完了 找哥哥的进度 一直无法推进 看到奥利维亚这么伤心 他没有幸灾乐祸 而是走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奥利维亚愤怒地将他赶走 就在想转身走开的时候 身后奥利维亚发出细微的声音 我杀了爱德华 叶初不敢相信 这段时间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奥利维亚更悲伤了 目光呆滞地看着水面 大概这里就是我的归宿了 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 他虽然很气愤 但知道爱德华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死 毕竟他身上具有一半的吸血鬼血统 于是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紧紧拽着奥利维亚的裙摆大声吼道 你现在快回去看看他 他不会死的 可奥利维亚已经逝去了理智 什么都听不进去 一心求死 这时爱德华闻声赶来 看见他们在河边这么危险的地方拉扯 赶紧冲上去拽开叶初的胳膊 一脸不悦地质问他 你刚才对奥利维亚做了什么 叶初疼得发出嘶哈嘶哈的声音 更加生气地说 你弄疼我了笨蛋 你看不见我再救他吗 你老婆要为你殉情 爱德华松开手 一脸猛圈地看向未婚妻 这时奥利维亚也回过神 急忙冲过来抱住爱德华 哽咽地说 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当才发生的事不是故意的 爱德华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是谁在控制他 才能去为他报仇 但奥利维亚不想让爱德华去报仇 因为控制他的紫发女人说过 爱德华是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血族的 所以他决定什么都不说 这事就这么算了 插不上话的叶初心里有些落寞 于是默默转身离去 奥利维亚发现后叫住他 谢谢你阻止我做傻事 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爱德华了 叶初没有说什么 而是一脸生气地看向爱德华 我想意思应该是质问他 那么你的道歉呢 直接爱德华小脸通红 非常小声地说了句对不起 叶初自然是不满意的 霸道地让他重来 爱德华只好鼓起勇气 硬着头皮看着叶初 语气坚定地说 对不起 叶初捧着肚子笑个不停 一旁的奥利维亚眼角还挂着泪珠 茫然地看着这两个人 内心在想 你们俩当我是空气吗 一场意外让三人再次相聚 两个女孩终于兵事前嫌 叶初想到自己的悲惨生活心里 泛起一阵酸楚 便让爱德华再写一封介绍信 务必要歌颂下他高尚的品德 然后派人送到他的住所 爱德华一听这个住所 就担忧地问道 库伯夫人对你不好吗 还有你怎么住那种破败的地方 是钱不够用吗 此时奥利维亚抬起头 惭愧地看向叶初 因为是自己的佣人 跟库伯夫人说三道四 才导致他没有了工作 不过幸好叶初没提这事 只是说是自己太挑剔了 想换一家更好的 爱德华也不再多问 爽快地答应他再写封介绍信 以及会派人送些钱给他 而且不用还 就当作是他帮助奥利维亚的费用 叶初一听乐开了花 暂时不用担心没有钱花了 这是一旁的奥利维亚开口 委屈巴巴地请求叶初 参加他们明天的婚礼 好像如果拒绝的话 他就会哭出来一样 身旁的爱德华也紧紧盯住他 表现出很期待的样子 还不忘说一句 随时都欢迎你 叶初有些不知所措 他心里非常不情愿 只好找个理由试图搪塞过去 我也不是不想给你们捧场 只是你的家人可能不太乐意 所以还是不要给你们贴麻烦比较好 可奥利维亚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他保证会管住家里人的 随即握住叶初的手真诚地说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叶初脸上风平浪静 其实内心已经波涛汹涌 一场头脑风暴后 也没找到别的理由 最后只好在两人热情的邀请下答应下来 然后赶紧找个借口走开 回到家 他想起明天要参加他们的婚礼就很难受 悠闲地在河边散步 空中飘散着无数柔软的蒲公英 如此优美的环境 这两人却无心观赏 因为奥利维亚被控制 必须杀掉眼前这个人才能保住自己 可这个人是他的未婚夫啊 他做不到这么狠心 爱德华一直逼问他 却什么都问不出 于是生气地吼道 你想带着这个噩梦到什么时候 只见奥利维亚抬头看向漫天的蒲公英 不会很久 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他们一路沉默回到家中 在门口迎接的爸爸激动地搂住爱德华 我就知道你一定没事 都怪我把女儿交关得太任性了 毕竟是一家人 你也没什么性命之忧 不然就原谅他吧 先让奥利维亚帮你清理下伤口 爱德华无语 因为他知道在他昏迷后岳父做了什么 先命人将他勒一段气再抛到郊区 现在却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些话 可自己受过他们的帮助 难道要去责怪他们吗 见他不说话 奥利维亚顺势将他推进房间 想要帮他清理伤口 却被拒绝 以为他在生爸爸的气 就一遍又一遍地道歉 其实爱德华在想背后的操纵者到底是谁 奥利维亚一直不肯说 他便开口问道 你是不相信我有能力帮你报仇吗 奥利维亚又回忆起紫发女人说的话 如果爱德华来找我 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奥利维亚虽然生性胆小 但此刻为了心爱的人 他可以变得不怕死 就算自己没命也不会让他伤害爱德华分好 他从身后抱住未婚夫说道 不用报仇 我只要你平安就好 爱德华也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 我会等你到想告诉我的时候 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保护你 他听到这话流出了感动的眼泪 这是我这一生听到的最动听的情话了 爱德华打断他 语气略带责怪 你说什么傻话 奥利维亚抱得更紧了 让我再抱抱你 算是我最后的任性吧 庄重华丽的教堂内 一对新人在举办婚礼 教堂外 一双深蓝色的瞳孔哀伤地看着紧闭的大门 他已经在门口愁出了好一会儿 里面正是他曾经喜欢的男生 他不知道该抱着什么心情参加这场婚礼 是祝福呢 还是痛苦呢 思考两久后 他忽然捏紧拳头 仿佛想明白了什么事的猛的昂头 该和过去告别了 勇敢点 叶出 于是他走上前推开沉重的大门 刚好看见身着白色婚服的爱德华 是那么的干净耀眼 爱德华也注意到他 身体不由的一紧 心想他还是来了 只见门口的少女竖起大拇指 嘴角弯出一个小小的弧度 试图挤出一丝微笑 当走到爱德华身边时 牧师带领所有人起立吟唱歌曲 爱是唯一的幸福 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好 唯独夜初黯然神伤 心想之前的自己真可笑 他的心太痛了 于是决定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时 奥利维亚突然开始强烈的咳嗽 并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甚至从嘴里不断的往外渗血 情况非常糟糕 奥利维亚明白 这次怕是逃不过那个疯子的诅咒了 抬起头泪眼婆娑的 对爱德华说 我恐怕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众人吓坏了 连忙去叫医生奥利维亚 发出微弱的声音 来不及了 随之艰难地呼喊在门口的夜初 焦急的爸爸会错了意 以为是他搞的鬼 于是命人抓住他 夜初见状拔腿就跑 心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又抓我 我就不该来的 下一秒就被女佣揪住头发 并将她拖进教堂审问 爱德华听见她嗷嗷直叫 命令下人放手 只见奥利维亚起身与夜初平视 但你见过在婚礼上 把新郎让给别人的吗 这种奇葩的事 就被夜初遇到了 当她听到这个请求后 心跳都漏掉了一拍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 虽然她喜欢爱德华 可是她感受不到爱德华的爱 怎么可以跟一个 不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所以她拒绝了奥利维亚 奥利维亚自知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只有说服夜初她才能安心离去 于是又开口道 既然你也喜欢着她 爱德华也对你很好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总要好过你一个人 在外辛苦养活自己吧 夜初听完这话有些动容 这段时间自己确实不容易 爱德华也对自己不错 可是她还是不想要 这种被施舍的爱 这时男主听不下去了 表情凝重地看着奥利维亚 这种话别再说了 而且我又不是物品 夜初看着苦苦哀求的奥利维亚 有些于心不忍 流下了心碎的眼泪 随后红着眼睛 对上奥利维亚祈求的目光 坚定地对她说 我不能代替你来爱她 我的另一半 一定是要为我遮风挡雨 相互信赖相爱相知的人 这是我的原则 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 说完转身就要走 却被跪起来的奥利维亚 抓住裙摆 算我求你了 爱德华需要有人 为她延续生命 这是养尊处优的 她第一次跪下求人 然而夜初并没有心软 头也不回地 静止走向门口 留下奥利维亚在原地痛哭 只听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发出嘶吼 我还以为你有多爱她 夜初你不配 与此同时 一个紫发女人 将一个丑陋的娃娃 扔进壁炉 恶狠狠地说道 没用的废物 一群牲畜也配谈感情 早点下地狱 等着你的爱德华吧 随后奥利维亚的身体 就像被炙烤一样难受 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 手臂无力地滑落 虚弱的身体 倒在爸爸的怀里 再也没有醒来 夜初穿过教堂 两侧议论的声音 不绝于耳 纷纷为奥利维亚 表示惋惜 并诅咒夜初 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为什么死的不是自己 是不是自己死了 就不会有人悲伤了 他心情低落地回到家 拿出哥哥的画像翻看 哥哥一头贵气的紫发 与他有着同样 深邃的蓝色瞳孔 戴着一副细边眼镜 清秀的脸庞棱角分明 看着亲爱的哥哥 他忍不住眼角泛起泪花 你在哪里 我快要撑不住了 血族的城堡里 与画像上一模一样的 紫发少年 正服着细边眼镜 仔细观察地图上的一个小镇 随后露出势在必得的微笑 所有的暗杀 都是围绕这个镇为原心的 还以为有多难 接着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怀表 原来里面夹着一个全家福 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 可爱的金发女孩 这是他的妹妹 他用手指戳一戳 妹妹胖嘟嘟的脸颊 宠溺地说道 一脸傻样 我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你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进来的是一个金色的卷发少年 正是布兰克公爵的公子 有着和爱德华一样的姓氏 他阴险地向紫发少年汇报 听说您在调查贵族们 被谋杀的案件 特来向您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血族的叛徒 猎人爱德华布兰科 是当年我父亲 与一件名种下的祸根 我作为父亲唯一的正统儿子 有义务帮他改正错误 紫发少年非常认真的听他说完 随之发出喝的一声轻笑 心想这个事情倒是很有趣 在吸血鬼的世界 居然还要靠卖一味声 夜出起了个大早来到街头摆摊 偌大的一条街来光顾的人却很少 有时还会受到行人的冷眼 这让他觉得好丢脸 不过比起没钱 丢个脸算什么 只要能攒够找哥哥的钱 吃多少苦他都愿意 与此同时 爱德华已经饿得两眼发黑 未婚妻的死亡 让他失去了唯一的人类血缘 他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散步 突然从身后冒出一个老熟人 一见面就想拉拢爱德华合资开酒庄 可是他已经饥饿的无法思考 便让这位朋友给些时间考虑考虑 好笑的是这人离开时 还顺走他一匹好马 话说这人能靠谱吗 爱德华走着走着 迎面一个跑得飞快的小男孩撞到了他 然后又被他强壮的身体给弹了出去 小男孩摔了个四脚朝天 当他暖心地想要扶男孩起来时 却看到鲜血从男孩娇嫩的手掌渗出 他看到这幅画面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骨子里的血性已经按捺不住 张开大嘴就要吸小孩的血 幸好小男孩一眼认出他吸血鬼的身份 机智地将画挡在爱德华眼前 假装淡定的安利手中的画 前面有个画家姐姐可以帮人免费画像哦 趁爱德华发呆的空隙 小孩偷偷地从身边溜走 爱德华的理智也逐渐恢复 心想差点害了这孩子 可自己身体已经到极限了 这该怎么办 夜初已经摆摊许久 他欣慰地看着来之不易的收获 心想再过不久就能离开这里去找哥哥了 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时 面前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爱德华吗 他怎么会来这里 爱德华解释道 听说这里有个能帮人实现梦想的画师 心里想着是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了 没想到真的是你 这是未婚妻死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双方都有些尴尬 夜初看破爱德华的疑惑 便主动开口 不过是出来混口吃的罢了 听到这话爱德华挣了一下 这就更让他疑惑了 自己明明交代过沃克给夜初送钱啊 难道这家伙忘了 夜初压根就不相信爱德华说的话 皱起眉头气鼓鼓地反驳 明明是你自己忘了吧 还让沃克背着黑锅 爱德华自知自己虽然交代过 但没有监督沃克赶紧送 这确实是自己大意了 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这个误会的直接导致着 正开心地喂着马 已经全然忘记老大交代的任务 直到他撇到角落的箱子 才想起钱还没送 这感觉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脑瓜子嗡嗡的 他慌慌张张地抱起箱子 并以最快的速度奔跑 奇怪的是 身后一直有个黑衣男对他穷追不舍 光天化日之下 既然想抢钱 那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沃克瞅准时机一个飞踹 黑衣男顿时就晕倒在地眼冒惊心 沃克得意地看着他说 吸血鬼我都不怕 难道会怕你个贼 可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个紫发女人 在沃克耳边悠悠地说 吸血鬼都不怕吗 最后一巴掌就将沃克拍倒在地 沃克躺在地上呲牙咧嘴 惊想 这次失算了 其实不失算你也打不过他的了 大街上 爱德华正跟叶初为婚礼那天的事道歉 因为自己没处理好他们的关系 才让他被别人说了闲话 叶初一边听一边收拾颜料 漫不经心地说你没做错什么 毕竟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外人 我早都不在意了 反正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除了我哥 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爱德华表示哥哥的事情 他会去打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寻找 现在只有女王所在的都城还没涉猎到 哥哥很有可能就在那里 派人过去的话太危险 或许自己可以混进去找找 可叶初并不想爱德华替自己冒险 于是拒绝了爱德华的好意 还提出以后避免见面 因为奥利维亚刚去世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觉得 他们连说句话都是罪恶 爱德华阴沉着脸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样也好 面对叶初的故意疏远 他竟执意要帮人家找哥哥 因为人很有可能在血族女王的都城 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作为吸血鬼猎人 从血族手里救人是他的职责 这时两个人的心理博弈 被突然出现的小不点打断 只见他俏皮可爱地扯着叶初的胳膊 用稚嫩的小奶音撒娇道 姐姐 这只花代替哥哥送给你 不要生他的气了 而后又仰起头有模有样地教育爱德华 姐姐她是口是心非 这你都听不出来 快给姐姐送上一捧玫瑰花 她肯定就原谅你了 叶初已经看破这个小不点按的什么心 于是毫不留情地戳穿她 卖花才是你的目的吧 只见小不点拽住爱德华的手 忽然僵硬 心虚的头顶不停冒汗 竟然被看出来了 我有这么明显吗 此时在他们注意不到的墙角 有个紫发女人手持弩箭 对准叶初身后射去 幸好爱德华反应迅速 一把握住射过来的弓箭 叶初才躲过一劫 当在向箭的方向看去时 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着他们发现 在箭的末端 缠着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想救沃克 城北仓库箭 爱德华又想起未婚妻被控制一事 顿时明白这人完全就是冲着她来的 只见她气愤地捏紧拳头 肘中的箭就被拦腰折断 在安顿好叶初后 她就赶去找那女人算账 脚步点看着远去的爱德华 用暗示的语气提醒眼前的大姐姐 一个人去寻仇 万一是陷阱呢 叶初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 低头坚定地告诉小鬼 她很强 不会有事的 背后操纵者终于现身 她到底有何目的 爱德华赶忙来到城北仓库 进去就看见沃克 躺在一摞高高的草堆上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 门被猛地关上 一个紫发女人 手持长剑从天而降 幸灾乐祸地反问 爱德华失去挚爱的滋味如何 只见听了这话的爱德华咬紧牙关 恨不得立刻就把这女人吃了 既然是我和你的恩怨 你就该来找我 看到爱德华痛苦的表情 紫发少女发出一串得意的笑声 随后迅速收起笑脸 严肃地问爱德华 还记得两年前发生的事吗 她的主人在毒箭之下 再也醒不过来了 而杀害她的人 也就是爱德华 却在那里妖功情赏 可爱德华一生杀了那么多吸血鬼 哪会清楚地记得谁是她主人 于是她叹了口气 无比认真的问道 杀得太多 你说的哪一个 少女被她的问题惊掉了下巴 既然不记得 那就进入正题吧 直接要了她的命 只见少女将手中的火团甩了出去 沃克身下的草堆 顿时燃起熊熊烈火 她知道爱德华一定会上去救人 就将剑架在她的脖隔 却被她一个有力的飞踢踹的连连后退 少女连忙调整好姿势 并以最快的速度再次进攻 爱德华来不及闪躲 只好用右手握住劈向自己的剑 再迅速上前一步 用左手掐住少女的脖子 少女看自己已经不占优势 便试图激怒她 让她暴露弱点 爱德华愤怒地快要失控 敌人的诡计 难道要得逞了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门打开了 夜初的脸出现 她焦急地喊爱德华快走 余光却看到 沃克躺在草堆上一动不动 她鼓起勇气 进入着火势汹汹的仓库 爬上草堆一把 拦起晕倒的沃克 少女见爱德华分心 趁机一脚踹开她 冲向夜初大声吼道 声处 坏我好事 这是爱德华的眼前突然模糊一片 可能是太饥饿的缘故 但潜意识告诉她 夜初不能有危险 她就这样摸索着敌人的位置 一拳将她挥倒在地 却没看到头上的几根房梁 正摇摇欲坠 头顶的房梁 被大火炙烤得脆弱不堪 嘎吱嘎吱的声音 仿佛预示着危险 当爱德华意识到时 却已经身处危险之下 还来不及躲房梁就已经断裂 重重地砸在她的脊背 紫发少女得意地站起身 用尖锐的高跟鞋底 在她的胳膊上反复碾压 夜初健壮气势汹汹地制止她的行为 可正是她的开口 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紫发少女一个剑步飞上草垛 夜初吓得急忙后退 却没想到双手按空摔了下来 一抬头就看见敌人伸出锋利的爪子 看向猎物般审视自己 被押住的爱德华努力睁开眼 看见夜初面临着危险 她忍不住了 只见猖狂的少女面色突然僵硬 胸口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身后的爱德华冷酷地说道 你活得够久了 去陪你的主人吧 随之一脚将她踹进火堆 少女流着泪一脸心酸 用尽所有力气诅咒爱德华 一定不会活太久 然后就在自己放的火里化为灰烬 此时 爱德华也已支撑不住 直挺挺地倒在夜初面前 夜初看着头顶不断掉落的碎片 一鼓作气将它们都拖了出来 逃出来的三人 只有夜初是清醒的 她起身凑近观察身边的爱德华 小声地说 哥 你可是吸血鬼 这么弱吗 这时她想起之前爱德华晕倒后 奥利维亚的操作 用自己的血为她 才能让她恢复体力 于是她用木箱的钉子扎破 自己手指 虽然只流了一点点血 但她还是痛得嗷嗷叫 随后她把手指戳进爱德华的嘴巴 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不许给我浪费 不一会儿爱德华终于从昏迷中清醒 含着夜初的手指猛吸一口 接着就一把抓住面前的少女懒进自己怀里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夜初脸颊泛起一阵红韵 心中的小鹿砰砰乱撞 还没等她反应 爱德华又捧起她的脸 命令道 别动 随着夜初啊的一声惨叫 爱德华在她脖梗贪婪地吸食起来 不知道是疼还是紧张 她的小手紧紧攥着爱德华的衣领 就这样过了许久 这人才起身非常抱歉地对她说 不好意思 没把持住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了 夜初疼得泪如雨下 小声斥责这个不懂怜惜的吸血鬼 怎么可以这样 上次被你咬的痕迹还没消呢 爱德华温柔地抬起 少女可爱的脸 霸道地说 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味道了 夜初可没有被她的话给魅惑 只见她慌张地遮住脖子质问道 你说什么呢 我是你的食物吗 早知道刚才在仓库的时候 就该让你自生自灭 爱德华却无比自信 静静地看着面前生气的少女 不会的 你不会放着受伤的人不管 夜初先是红着脸愣了一下 意识到对方在夸自己善良后 便骄傲地抬起头表示 她不会就这样妥协的 随后拒绝了爱德华的帮助 坚持要自己回家处理伤口 可是就在她起身准备离开时 突然晕晕乎乎地摔倒在地 爱德华非常自责 一定是因为刚才吸她太多血了 于是她脱掉外套 扯下一块衬衫帮夜初包扎 突然 沃克激动的声音传来 我都看见了哦 你在夜初姐面前受性大发 还把她弄哭了 爱德华淡定地抬头看向小弟 然后呢 原来你一直装睡 只见沃克捧着脸痛苦地回忆 我早醒了 你们一直打情骂俏 我怕我起身会破坏这气氛 所以动都不敢动 听了这话 爱德华小手一摊 做得好 沃克 爱德华抱着夜初一路走回了家 房东太太打开门后 对爱德华露出莫名其妙的姨母笑 看来你就是她要找的那个很重要的人 你们看起来很般配呢 听见这话 爱德华若有所思 重要的人指的应该是她的哥哥吧 毕竟对她来说 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都不重要 带房东太太走后 她坐在床边守着沉睡的夜初 安静的房间不由地 让她回忆起刚才的失态 虽然吸血是她的本性 但身为猎人 对夜初却没有办法保持理智 还有刚才房东太太的话 竟然让她莫名地有些生气 最后经过一系列分析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一定是因为自己 对食物的迷恋和占有欲 还非常确信地甜甜嘴唇 没错 就是这个味道 还想再来一次 刚好夜初这时候醒来 看见一个长着獠牙的嘴向自己靠近 吓得顿时清醒连连后退 你别过来 你又想吸血了吗 被抓了个正着的爱德华 不知道如何解释 慌忙拿出诱人的苹果 害摆在她面前 希望她能消消气 一看见美食夜初就硬气不起来了 早上吃的东西早已消化完 此刻肚子正咕咕叫 她懊恼地捂住自己这不争气的肚子 委屈巴巴的小声说道 你好狡猾 虽然很饿 但也要软饭硬吃是不是 只见夜初凶巴巴的指挥爱德华 把苹果派放在桌子上 然后双手抱头退后 退到门口 再向后转 最后把门关上 随着东的一声 她才长舒了一口气 可怜兮兮地捧起卖血换来的苹果派 跟看宝贝似的看着她 就在她迫不及待地开吃时 门又被猝不及防地打开 只见爱德华探头悠悠地说道 慢慢吃 水壶里有热水 不要总喝凉的 我明天再来看你哦 夜初张开的大嘴突然僵住 不可置信地回忆她说的话 不是吧 明天还来 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紫发少年受命抓捕猎人 而公爵的大儿子爱德华 就是猎人老大 被二儿子发现后 就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紫发少年 可公爵不知是怎么发现的 二儿子这天 刚到门口就被人控制住 公爵警告过他不要惹事 结果他还是去通报了伯爵 这让公爵非常生气 于是严厉地质问他 难道你想一尸二鸟 把你哥和父亲一起铲除吗 二儿子却大声喊冤 他只是去找伯爵喝杯茶 顺便恭贺他加官敬绝 刚说完公爵的巴掌 就扇到了他的脸上 你以为老子是傻子吗 还喝杯茶 给我长点心吗 拖下去关禁闭 二儿子就这样被人拖了出去 嘴里还骂骂咧咧道 死老头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这时公爵被过身 眼神变得异常伶俐 伯爵不过是女王一时的宠臣罢了 也敢动他儿子 大儿子爱德华现在也不好过 自从未婚妻死后 养父就不待见他 养父把女儿的死 都算在爱德华身上 所以当爱德华 拿上好酒来看望他时 他们在房间内大吵了起来 养父问起他有没有喜欢过奥利维亚 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他喜欢奥利维亚 但仅仅是对妹妹的喜欢 这个回答令养父勃然大怒 他为了你那么多血 你就只把他当妹妹 你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最终 上一次是那个紫发女人 说他一定不会活太久 爱德华觉得他们说的对 自己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自从遇到叶初后 他就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叶初摆摊那么多天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有人专门请他为夫人画像 并且报仇相当丰厚 一听报仇叶初激动的两眼放光 收拾收拾东西就要上这人的马车 这时候 爱德华也如约而至 刚好看见这一幕 急忙拽住他的胳膊担心地问道 这个人是什么来历 你就跟他走 可叶初不相信会这么巧遇上坏人 有些不开心地反问他 我当时也不是去来历不明的 你家做女佣了吗 这句话给爱德华整不会了 便不再强制他下车 而是提出一起去的要求 以免碰到坏人 叶初看着眼前这个会吸血的家伙 心想你才是坏人吧 这是一旁的男人递出一张纸条 这是他们夫人的住址 不放心的话 可以随时找他们 就在爱德华还在疑惑 是否有这条街时 马车已经在这叶初迅速离开 叶初看向窗外 心想如果他坚持下 自己一定会同意他一起来 而且总感觉旁边的男人 一直在盯着他看 这令他感到非常不安 于是找借口 想要回去拿东西 却被男人果断拒绝 不可以 夫人可是一直在等你哦 然后男人捂住他的口鼻 他瞪大了眼睛心想不是吧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 再次醒来时面前 出现一个风雨的老女人 自己的脚也被套上枷锁 叶初见过这人 她就是之前遇到的妈妈桑 只见这女人捏着她的小脸 嘲讽他在街头卖画的工作 假情假意的保证以后 让他衣食无忧 叶初誓死抵抗 可脚怎么都动不了 不禁懊悔没有听爱德华的话 现在逃是逃不掉了 只能静观其便找机会出去 爱德华害怕叶初遇到危险 便找到诱拐叶初的男人 一上来就把他揍了一顿 男人看到对方是吸血鬼 后下的屁鬼尿流 连连求饶说出了地址 爱德华来到男人口中的地址后 却发现这里居然是妓院 这个帅气的吸血鬼来到青楼 只为了救下心爱的女人 叶初已经换好漂亮的衣服 被这里的妈妈关在笼子 这时妈妈领来一个猥琐的男顾客 这个男人一见到叶初 就趴在铁笼上 笑嘻嘻地表示自己很喜欢 叶初看着这个男人泛起一阵恶心 谁知妈妈竟让他到里面体验一下 男人更开心了 对这里的服务非常满意 接着笼子被打开 叶初拼命呼喊不要过来 可男人不管不顾地伸出手就要耍流氓 在慌乱中男子突然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叫 只见男人痛苦地拱起身子 妈妈尴尬地问道 你还站得起来吗 男人疼得头顶频频冒汗 非常不耐烦地回对他 你说呢 死肥婆 接着叶初就挨了顿鞭打 爱德华听见动静赶来 一看被打的是叶初 气冲冲地抓住女人拿鞭子的手腕 爱德华坚毅的脸庞 很快让叶初安定下来 只见他把叶初挡在身后 对女人说 我要她 现在 无论多少钱 女人警惕的心 这才放松下来 原来只是个饥渴的客人 可是她已经被其他客人买了 爱德华只能等以后了 但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对爱德华来说都不叫问题 她又拿出几块金条给女人 这些就当做定金吧 连同那个人的违约金一起 女人看见这么多钱 就欣然答应下来 另一个顾客在金条面前已经不重要了 但令爱德华没想到的是 还有厌货这个步骤 女人看到她不好意思 还硬拉着她的手指引方向 叶初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能出去 便闭上眼做好准备 就在这时爱德华睁开紧闭的双眼 看见了叶初胸口的血 顿时兽性大发 将身后的女人一巴掌推开 朝叶初的胸脯咬去 这个吸血鬼又趴在少女身上 原来只是因为要躲避老宝的怀疑 少女以为她又要吸血 可是并没有感到疼痛 才明白过来爱德华是做做样子的 于是闭上眼睛乖乖配合 让老宝以为他们很享受的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瞒天过海逃出去 但就算是演戏 爱德华的近距离接触还是会让她面红耳赤 带老宝走后 爱德华离开叶初的胸脯 擦干净嘴角的血液询问道 应该没有那么痛了吧 叶初眼神闪躲不敢看面前这个男人 小声地回答了一句 嗯 而后爱德华又故意贴近叶初 盯着他害羞的脸庞挑逗似的问道 你的心脏挑得好快 身体也变得好烫 你是不是 还不等他说完叶初就一脚给他踹飞 明明你的脸红的就像猴子屁股 有什么资格说我 爱德华好不容易直起身 脸上还留有叶初的鞋底印 叶初的话让他一点不可置信 我的脸红了吗 我确实是因为血才扑上去的 但并不是因为饿了 而是想拥抱他想亲吻他 爱德华阴沉沉地对着铁龙面壁思过 他诧异自己竟然对他有这么龌龊的想法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只听后面的叶初在担忧地喊他 小哥哥别走啊 我刚才和你开玩笑的 毕竟他要是走了 谁来就自己出去 爱德华红着脸转身 一言不发地蹲在叶初面前解开绳子 但手上的铁链只能去外面找工匠打开 于是他就抱着叶初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厅里揽客的小姐顿时心生嫉妒 阴阳怪气地问爱德华 怎么会喜欢这种货色 叶初嘭着嘴哼了一声 那你又是什么货色 眼看出口就要到了 却没想到那个人贩子再次出现 向老保告状他们之前就认识 一群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爱德华只好放下叶初准备战斗 这时老保应笑道 我若没点伎俩 还开什么伎管 话音刚落 叶初的肚子就开始剧烈地疼痛 全身竞乱 叶初痛苦地躺在地上 看爱德华一人对抗那么多人 他大喊着不要管他快走 这时红衣小不点再次出现 他虽然年龄小但懂得却不少 一看这情形就知道老保又兴风作浪了 这时候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救他们 他小小的身体挡在爱德华身前 乃兄乃兄地朝老保怒吼 他可是公爵的儿子 你们惹不起 爱德华从来没对外说过 自己的父亲是公爵 他不明白这小鬼是怎么知道的 老保仔细回忆了一下 还是想不到是哪个公爵 小不点想提醒他 却发现自己也忘了 身后的爱德华告诉他是布兰科公爵 听到这个名字的老保瞬间怂了 眼前这男人确实与公爵有些像 要真是这样就麻烦了 可他到底是个精明的人 得把女孩留在这调查清楚 如果他真是公爵的公子 立马就把人给送过去 但如果不是的话 哼 于是他放了爱德华 将叶初以契约的理由困在这里 小不点看出了爱德华的为难 便宽慰道 我有办法 放心 叶初也表示 老保只是想利用他赚钱 不会轻易杀了他的 爱德华 只好放下叶初回去另做打算 与小不点一起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他得知小鬼并不知道 他是公爵的公子 只是觉得向所以才瞎说的 小鬼还告诉他 他的长姐就在里面工作 知道那里的一切安排 只要确认下老保的行程 再摸清楚一条逃生路线 应该没有问题 爱德华感恩地摸摸小不点的头 可小不点心里 正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呢 第二天 爱德华又带着更多的钱来 替叶初赎身 却被管家 以身体不好不能接待为由 将他挡在门外 他被灌了一种 能让人将内心真实欲望 展现出来的药 在短时间内能变得生猛无比 被打扮得性感艳丽的他 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虽然上次爱德华 给了老保很多钱帮他赎身 但谁知老保做人 没有一点诚信 将叶初又卖给了 出价更高的男顾客 并把爱德华挡在门外 因为他查出公爵唯一的儿子 留在封地处 并不在这里 爱德华也不跟他继续扯 毕竟自己是私生子 别人查不到也正常 眼下救人要紧 被人拒之门外的他 决定另辟蹊径 从墙外翻进去 房间内 男人色眯眯的将 叶初扑倒在床 而叶初流着眼泪祈祷 爱德华快点来救他 男人看着少女绝望的脸 更加得意 不怀好意的说 还是认命吧 不久后 爱德华终于翻进 叶初所在的房间 却看到了让他 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 男人鼻青脸肿的 紧紧抓住吊灯 嘴里不停喊着救命 就好像下面 有着吃人的老虎一样 可下面的不是老虎 也不是狮子 正是打扮性感的叶初 叶初凶猛的 对天花板上的男人吼道 你叫破嗓子 也不会有人救你 你认命吧 这下轮道男人绝望了 他哭得呼天枪地 心想这死肥婆 到底给他喂了什么 接着他 就被叶初用力地拽下来 趴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 由于要笑太猛 叶初有些支撑不住 脑袋晕晕地快要摔倒 幸好被一旁观摩的爱德华接住 可叶初一看见他 就直接吻了上去 爱德华双眼瞪得像同龄 心想 这难道是他对我的告白吗 这个少女主动亲吻眼前这个男人 并将他扑倒在床 不禁让身下的爱德华响入非非 直接爱德华傲恼地低下头 为自己龌龊的想法感到羞耻 叶初却不依不饶地问他 刚才感觉还好吗 没想到对方用生理反应 做出了最真实的回答 爱德华的鼻血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 只好将头扭向一边 尽量不看这个诱人的小妖精 叶初见无人回答 就一脸担忧地盯着他 你不说话是生气了吗 等来的却是男人不断接近的脸 你这样是会让人犯罪的哦 随后一手揽过少女的肩膀强吻起来 叶初也乖乖迎合 两人在暧昧的气氛中 吻得非常忘物 此时爱德华 才明白被他所诱惑的不仅仅是血液 还有另一份感情 他只是起叶初的眼睛 无比真诚地对他说 我以后会努力不再让你受到伤害 听了这话的叶初 就好像受到了鼓励 对爱德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 将他扑倒后 又跨坐在他身上 无论他怎么劝说叶初就是不愿停下 这是令爱德华没想到的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没想到你还有另一面 但这里不安全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是房间里的另一个人 忍不住发话了 不许碰我的小甜点 我花的钱 今晚我才是他的主人 可还没狠过三秒 就又挨了爱德华一拳 本就被叶初揍花了的脸 现在又多出一块伤痕 他非常气愤 本着我难受你也别想好过的心理 他告诉了爱德华真相 别做梦了 他只是被老保卫错了要情绪失控罢了 你不要以为他是喜欢你才这么做的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得知真相的爱德华 看向怀里正撒娇的叶初 心里五味杂陈有苦说不出 真的只是因为吃了药的缘故吗 明明刚刚才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还以为已经和他坠入爱河了呢 爱德华从小鬼的姐姐口中得知 叶初吃的药中含有曼陀罗根的成分 这种药可以让人说出真话 只见爱德华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 原来叶初的内心一直渴望着他 他开心地道谢后 就抱着怀中的人离开 可是吃了药的叶初异常亢奋 不仅闹着要回爱德华的家 还非要与他同睡一张床 然后二人就以这种姿势躺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爱德华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 叶初生气地质问他 这是什么情况 爱德华急忙解释是自己把他救回来的 可对方根本就不信 送他回来为什么不送他去旅馆 而是把他送到这里 还是衣冠不整的模样 爱德华慌张地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趁人之危 还帮他回忆了一下回家路上发生的事情 但寄院的是还是被他隐瞒了下来 因为不想让对方太射死 叶初听完后害羞地捂着脸 确实是自己误会他了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会是自己昨晚做了什么更奇怪的事吧 就在他努力回忆的时候 头顶突然出现的大手 把他吓了一跳 爱德华轻轻地对他说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 洗手一下 我去给你做早餐 叶初看着他的脸恍惚了一下 这种感觉就像是恋人一样 他陷入一片混乱 是不是自己昨晚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 就在爱德华准备早餐时 有人带来了一个消息 叶初的哥哥找到了 本来这是一桩好消息 但在接到消息的那一刻 他却在担心如果被叶初知道了 是不是就会立刻离他而去 他已经能够确定喜欢的人 也喜欢着自己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找到了叶初的哥哥 这也就意味着喜欢的人将会离他而去 但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要尝试着挽留一下 于是吃饭时 他直接询问叶初 你愿意留下来吗 叶初被突如其来的问题砸猛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对方又握住他的手认真的说 我可能是喜欢上了你 可以交往看看吗 这么直白的表白 让叶初不知如何是好 只见他符额沉思 爱德华之前那么喜欢未婚妻 这么快就一亲别恋了 难道是想吸本宝宝的血吗 于是他疑惑地问爱德华喜欢他什么 可对方却答不上来 果然如他所想 这男人就是想骗血 被误解的爱德华试图证明自己 激动地牵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胸前 并且告诉他找到哥哥的消息 知道他一定会离开这里 所以自己只是不想与喜欢的人错过罢了 而叶初只关心消息是否可靠 却对他的表白不做任何表示 爱德华有些窘迫 果然哥哥才是他最重要的人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人踹开 来人气势汹汹地指控爱德华的罪行 说他涉嫌杀害济管的男人 接着他就被带去一个阴沉沉的密室 面前坐着一位长发男人 只见男人来到尸体旁说道 你昨晚在济管杀了一个最不该死的人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爱德华自知没有杀害此人 这明显就是有人想栽赃嫁伙 故地是为了逼他让出猎人领袖的位置 见爱德华不承认他还带来了证人 而所谓的证人 居然是帮助他救人的姐姐 昨天还在济管合伙救人的女仆 现在却站在了他的队里面 女人战战兢兢地控诉爱德华的罪行 说他不仅强迫自己带路 还亲眼看见他杀了人 长发男人听了这话 就拿出工具让他自裁 爱德华看出对方是基于他领袖的位置 才设计陷害 便表示自己没有兴趣参与权利的争夺 没想到对方更加得寸进尺 非要他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爱德华生气了 只见他的双眼星红仿佛变了一个人 而后以飞快的速度冲到男人面前 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男人被这惊人的力量吓坏了 于是高高举起能够制裁吸血鬼的十字架 你这是叛变 我会向上级告发你 可爱德华丝毫不畏惧 冷酷地说 他只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男人一听顿觉大事不妙 就算要死也必须拉个垫背的 于是他把女仆拽到跟前 将锋利的十字架扎进女人身体 幸好爱德华及时上前一把推开了他们 男人看着眼前强大的吸血鬼迹愤怒又害怕 痛苦地质问他为什么变得跟同族一样 爱德华俯身坚定地回答 因为只有变得强大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 没想到这句话让一旁的女仆误会了 女人红着脸心想 他想保护的人不会是我吧 这里的一切解决后 爱德华背着女仆回自己家 因为劳宝已经知道昨晚的事 如果找到他的话一定会把他杀死 所以只好先避避风头 女仆趴在爱德华的背上不禁甜甜地想 他人真好 明明是我做了假证却不和我计较 还带我去看了医生 如果能嫁给他就好了 家里 叶出忧心忡忡地窝在沙发里 他已经在这里等候很久了 当他听到脚步身后猛的精神 最后赶紧跑去开门 可看的却是爱德华背着另一个女人的画面 爱德华就在叶出错愕的眼神中 将女仆背进房间 并命小弟找个安全隐秘的旅馆让他养伤 一旁的叶出心里不平衡了 自己担心了他一天 现在他却要帮别的女人找安全隐秘的旅馆 这个花心的大萝卜到底想干什么 这时女仆扬起飞红的小脸笑叶如花 甜甜地对爱德华说 你真贴心 这个画面令叶出想到了她的前妻 当初她也是这样对奥利维亚无微不至 难道她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吗 想到这的叶出便气愤地离开了这个家 爱德华见状追了出去 抓住她的手腕询问道 你这是生气了吗 倔强的叶出立马否认 随后她又解释自己会帮助那个女仆 是因为她帮了大忙 如果没有她 昨晚的救人计划就不可能那么顺利 可叶出什么都不记得了 依然在为她带女仆回家的是生气 爱德华无奈地看着少女生气的脸说道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吧 只见她吞了吞口水 随后将叶出的双手禁锢 把她逼退到树边来了个树冬 叶出既震惊又生气 不敢相信自己的初吻就这么被夺走了 爱德华又贴近她的脸邪魅地说 初吻吗 可惜昨天就不在了 这时叶出的脑海中仿佛有一阵电流穿过 爱德华看着尸神的少女又红着脸挑逗 还要继续回忆吗 昨晚你对我做的可不止这些哦 此时叶出沉睡的记忆开始一一涌现 她害羞地捧着脸 解释自己是因为吃错了药才会失态 却没想到爱德华毫不留情地将她揭穿 可那是让人展现内心真实欲望的药爱 没想到坏人的一粒药竟让叶出吐露真心 也让爱德华明白了她的心意 所以爱德华直接对叶出发起树东攻击 并毫不避讳地说道 你喜欢我吧 不然怎么会对一个男人做那种事 他口中的那种事 是指昨晚将他扑倒后又抢吻他 叶出听见这话羞红了脸 低着头一言不发 心想这家伙根本不懂女孩子 竟然这么咄咄逼人 但他又不好意思 反驳只好洋装生气缓解尴尬 将爱德华一把推开后愤愤离开 边跑边喊 别跟过来 你自己一赢去吧 可没想到本来就很尴尬的他 又被一个大石头绊倒 这下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了 只见爱德华像抱孩子一样抱起他 非常认真的说以后 这就是他们的专属姿势 叶出觉得这个姿势非常一言难尽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挣扎都是徒劳 他只好被这样抱着走了一路 到家后 爱德华一改平时的冷酷 热情地帮叶出脱丝袜处理肿胀的脚乖 他的脚被人摸来摸去 虽然很羞耻 但不得不承认还挺舒服的 看见他一脸享受的表情 爱德华问道 这样会有感觉吗 叶出反应过来自己没控制住表情 之后便像个木头人一样乖乖定住 这时爱德华又重复了一遍早上的问题 愿不愿意与他交往试试 叶出凌乱了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哥哥 一边是喜欢的男生 他有些不知所措 便表示自己需要再观察观察 对于昨晚自己的行为 他也会负起责任 爱德华开心地回答一言为定 一旁的女仆见状不满地想 这俩人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吗 为了就这妓女工作都丢了 还要被老宝追杀 现在有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他们都应该付出代价 这天深夜他只身来到巫婆家里 将在妓院顺走的镜子递给婆婆后说道 这是您之前一直想得到的东西 我记得您说这东西可以做法器吧 巫婆接过铜镜 又将手里的法器转交给女仆 是一瓶紫色药水和一张皱纹 据说他们可以帮他实现愿望 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他满意地回到爱德华的住处 寻找可以报复的机会 此时夜初安心地睡在爱德华的床上 他抱着被子猛吸几口 一股香味传入鼻腔 不禁让他感叹爱德华果然骚起 墙外 一个戴眼睛的紫发少年 正紧紧盯着这座城堡 在这之前 他已经与爱德华的父亲达成一致 让爱德华送到一次元世界 这样就可避免再受人追杀 少年陌生的身影在深夜显得格外可疑 很快便引起了爱德华的注意 只见他迅速拔刀冲到少年身边 可是 在见到少年真面目后他愣住了 眼前的人正是夜初的哥哥夜华 少年好奇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 爱德华一边带他回家一边说 自己不仅知道他的名字 还知道他所有的喜好 就在少年感叹爱德华的情报工作 如此优秀之时 爱德华试探地开口说 自己的恋人是夜初 也就是他的妹妹 少年听到这话愣了一会儿 随后严肃地说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睡梦中的夜初 听到熟悉的声音后跑了出来 扑倒在哥哥怀里大声痛哭 少年也顺势懒夜初入怀 不停地向他道歉 失踪几年都是自己不好 以后就待在哥哥的身边吧 听见这话的爱德华猛的一机灵 这怎么能行 夜初抱着哥哥 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哭着保证以后会看劳哥哥 不会再让他跑掉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可有人却在默默发愁 因为好不容易追到手的姑娘眼看 就要留不住了 在哥哥要求夜初跟他回去时 夜初却被爱德华一把拦过 这么晚了怕是不太方便 不然你留宿陪着他吧 苗董的哥哥 只好礼貌鞠躬道别 可刚一转身身后的夜初 就哭喊着不准丢下他 甚至连睡衣都不换就跟了上去 之后还不忘回头对爱德华说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下次再来看你哦 只见哥哥服了服眼镜 一脸胜券在握的得意 这局面轻而易举的就拿捏住了 就这水瓶还想拐我妹呢 被丢下的爱德华整个人实话 没想到自己这么努力 心没留住 人也没留住 早知道刚见面的时候 就装作不认识他哥 然后大干一架 至少在呼呼方面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这时女仆突然从身后出现 贴心地为他披上衣服 还不满地指责起夜初的无情 可爱德华并不买账 冷酷地将衣服扯下甩回女仆手里 生气地说道 多余的话少说 多余的事也最好不要做 不久后 夜初到达哥哥的住处 正开心地分享着自己的奇葩经历 哥哥宠溺的拍拍妹妹的头说 以后怎么也要有个成熟稳重的人照顾你 这样性格才互补 夜初骄傲地说 爱德华就很成熟稳重 哥哥听见这话后 脸色突然阴沉 心想又是那傻小子 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 失联多年 再次相遇后 却发现哥哥变成了吸血鬼 这时夜初才得知哥哥消失的来龙去脉 自从哥哥喝下一瓶伯爵的血液后 他就经常出现幻觉 于是他就将这一系列景象画了下来 结果当血涕到画像上时 他就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就被转化成一个侯爵家的儿子 变成了一名吸血鬼 幸好夜初和爱德华生活过一段时间 哥哥变成吸血鬼 并不是那么难接受 第二天早上 爱德华找到夜初 邀请他一起参加狩猎竞赛 就在夜初转身准备 跟哥哥知会一声再走时 却被来人揽入怀中动弹不得 爱德华注视着他的眼睛真诚的说 你哥才舍不得你离开 就让他睡个好觉吧 晚餐前我送你回来怎么样 夜初一脸乖巧的答应 说好了晚餐前回来哦 狩猎场上米勒夫人走来与爱德华寒暄 这是你的心愿夫人吗 长得好可爱哦 夜初慌张地解释自己不是 而爱德华在身后 什么都不说任凭别人的打趣 待人走后才露出狐狸尾巴 他双手搂住夜初的腰说道 有区别吗 反正早晚都是 然后夜初就看见爱德华的脸 在慢慢靠近 于是他也闭上眼睛迎接这个吻 可感受到的不是柔软的双唇 而是从脖子传来的一阵疼痛 他居然又在吸血 夜初嗷嗷地叫声 以那旁人驻足观看 射死的他只好捂住嘴巴 身后的爱德华 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少女痛得嗷嗷直叫 路人还以为他们在亲热 便在附近窃窃私语 夜初羞涩地赶紧闭嘴 心想他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就这样过了许久 身后贪婪的嘴巴 才离开夜初的脖子 留下两道触目惊心的齿痕 吸完血的他瞬间精力充沛 只见他自信地擦擦嘴说 托你的福 这次一定能拿第一 然而下一秒虚弱的夜初 就倒了下去 看着爱德华这嘚瑟的样子 他忍不住骂道 你是爽啊 疼的又不是你 爱德华连忙向夜初道歉 并说要给他一个奖励 说完脸就向他慢慢靠近 既然这样 那夜初也不客气了 撅着嘴巴等待柔软的双唇贴上来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仅仅只是在他的额头小作了一口 他一脸不可置信 心想这就完了 这个小表情被眼尖的爱德华捕捉到 他竟然不怕死得继续火上浇油 你好像一脸的不满足 难道你 刚刚以为我要和你 话还没说完 又与夜初的拳头 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时比赛开始了 众人都希望能打败 历届冠军得主的爱德华 爱德华也是信心满满 可是到了赛场 夜初看兔子可爱 看小熊也可爱 于是一下午的时间 最少有20只动物 在夜初的悲悯之心中逃出生天 结果 就是爱德华没有取得成绩 举办者说 他们打下的战利品是用来义捐的 如果爱德华什么都没有的话 给那些贫困孩子的资助就会不够 这时 夜初才知道这个比赛具有慈善性质 便责怪爱德华 为什么不告诉他 身旁一个男人阴阳怪气的说道 以往都是奥利维亚陪同 不一定他都知道了 夜初听到这个名字后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如奥利维亚 夜初从猎场回来之后 就一直闷闷不乐 爱德华清楚他生性敏感 一定还在对刚才的事耿耿于怀 便掐住他的小脸逗他开心 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回头你哥要找我算账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救济会捐钱吧 夜初听见这个请求后有些惊讶 眼前的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包容我 可爱德华对他越好他就越自责 于是浅浅地回答了一句 嗯 便又低下了头 偷偷溜出去的夜初 捏手捏脚地回家 却没想到还是被抓了个正着 哥哥毫不客气地批评 他这种偷溜出去的行为 还阴阳怪气地说过两天 是不是就打算和小情人私奔了 夜初装作头晕转身撤离 可身后那触目惊心的齿痕 刚好被哥哥看见 哥哥既心疼又生气 没好气地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现身 夜初听见这话羞红了脸 还没等他解释 哥哥又语重心长地说爱德华身份危险 并且还与别人有过婚约 这样来说对你太不公平 还是和他分手吧 夜初虽然知道哥哥不喜欢爱德华 但没想到他会表达得这么直接 不过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不能总受他人的庇护 他拉住哥哥勇敢地对他说自己喜欢爱德华 如果现在的选择将来会后悔 那也是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哥哥看他态度强硬也没了办法 只好暂时松口 反正等时机一到他们必定会分开 第二天一早爱德华带夜初来到救济会 有了这些钱 就可以买很多棉麻送给贫困的孩子们 算是了结了他们的一个遗憾 回去后夜初买了些蔬菜水果 屋内的女仆看见他穿得这么好 有些愤愤不平 凭什么我要委屈自己成就别人 要不是自己他现在还在技馆接客呢 现在居然就要成为这家的女主人了 等着瞧吧 夜初在厨房准备午餐 爱德华欣慰地想 他正在为了玩儿努力改变 谁知夜初下一秒就开口 因为哥哥要来嘛 所以要好好表现一下 爱德华顿时无语 这个男人怎么阴魂不散的 醋味浓烈的他把夜初推靠在墙 先让我尝尝好不好吃 接着手一使劲就把女孩抱到了桌子上 身体紧紧压着无处可躲的女孩 只见夜初慌乱的双手挡在胸前 红着脸提醒他沃克还在呢 沃克早已习惯 于是闭着眼退出了厨房 你们不用在意我 我这就消失 门被趴击一声关紧 夜初颤抖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爱德华看着紧张的他问道 现在可以了吗 夜初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腻弯 因为我想让你早点成为我的人 无论是深还是心 夜初本来就红的脸 现在像个熟透的大苹果 可是需要这么着急吗 一向冷静的爱德华此刻一脸迫切 我已经不想再忍耐了 那个男人到底还要霸占你多久 听了这话夜初扑的一声笑出声 这个幼稚鬼怎么连哥哥的醋都吃 正当他笑得花枝乱颤时 爱德华突然揽过他的脖子吻了上去 可这次接吻他感觉到身体有一些异样 身体就好像被融化了 得逞后的爱德华离开软绵绵的嘴唇坏笑道 你心里只能有我 记住了吗 可当他睁开眼却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 夜初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小小的身体套在空荡荡的裙子里 原本修长的胳膊现在却变得肥嘟嘟 脚丫也短了整整一大截 怎么会这样 他气鼓鼓地推开爱德华 奶声奶气地吼道 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夜初焦急地寻找破解的方法 可魔法书都翻遍了却还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得完这种整骨 万一以后便不回来了怎么办 一脸慈爱的爱德华摸摸他的头安慰道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包养你一辈子 房间外面 这个整骨的始作俑者就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对话 女仆感到奇怪 这药水明明一般人都会致死的 他怎么还不死 这是一个男人威严的声音突然出现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地做什么 说完一把将他推了进去 并告诉爱德华这人一直在外面偷窥 爱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害夜初的人一定是他 此时公爵看见一旁小小的夜初 这女孩怎么有点眼熟 可是转念一想眼前的 明明就是个普通的人类 而且就算当年那个孩子还活着 也不该是这个年纪 他走上前温柔地摸摸乖巧可人的夜初 却感受到了黑魔法的气息 不过看不清楚是哪种法术 便想让他们跟自己回领地 请顶级的魔法师来破除他身上的魔法 可是爱德华非常抗拒 拒绝与杀了他母亲的父亲接触 公爵只好又以让他与母亲灵魂相见为交换 爱德华用眼神询问身旁的夜初 夜初爽快地回答都听你的 你想去哪里我都陪着你 听了这话的他非常感动 将夜初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谢谢 不过你跟着我太冒险了 夜初一脸傲娇高冷地说道 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倒霉看上你 身后目睹一切的父亲整个人愣住 原来我儿子喜欢又齿行的 过了好一会儿 这对情侣还没腻外结束 只是离家却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父亲和坐骑无奈地在窗外等候 看见龙的夜初像那好奇宝宝一样 惊喜地坐在龙背上 父亲则在一旁调侃时地提醒 爱德华 你可要保证我儿媳妇的安全 为了拐走这个男人的妹妹 爱德华竟让自己的下手 对她投怀送抱 房间内 两个男人在摆着烛光的餐桌旁 诡异地看着对方 一个女仆还在不停地翩翩起舞 此时沃克率先开口打破僵局 大部分都是我准备的 看着计划快要失败 沃克急忙跑上前解身 您误会了 我也不好这口 是老大说一定要把你招待舒服 这样你就能认可他们了 可没曾想跑得太急不小心被门绊倒 好巧不巧扑到了眼镜男身上 这一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只见眼镜男揪起沃克的衣领一脸坏笑 你不是不好这口吗 那你脸红什么 为了你家老大连投怀送抱的伎俩都用上了 随后加重力度将男孩揪起来喝道 说爱德华把我妹拐哪去了 沃克虽然害怕但绝不会出卖老大 眼镜男只好掏出魔障恐吓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面对这样两难的场景 沃克实在是欲哭无泪 这样不好吧 咱们可是亲家啊 此时这对小情侣已经来到爱德华父亲的领地 变成宝宝的夜出从怀里探出头四下观看 没想到爱德华是富二代监官二代呢 那这不就变成霸道总裁爱上我了吗 到达楼顶后 父亲掏出射魂的法器 这里面有爱德华母亲的领体 身后小情侣一脸期待地看着法器询问道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看见父亲一脸堆笑寻求妈妈的原谅 夫人啊 昨天是我不对 我不该残害花旗少女给你当素体的 你出来见见我吧 里面无人回应 一阵寂静之后 只传来一个干脆利落的滚 父亲再次陷入尴尬 慌张地解释他们平时都是这么打情骂俏的 爱德华因为刚才见到母亲儿开心的得意忘形 不仅邀请夜出一起泡澡 还戏弄他没胸没腰不需要遮掩 被轻松举起的夜出气氛的小短腿一顿乱灯 虽然极力反抗 结果还是被硬拖过来了 不过还好武装得很严实 爱德华光着膀子露出自己的八块腹肌 对眼前的小女孩脸哄带骗 可夜出红着脸就是不肯下 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男人经常一言不合就会干出违规的事 所以千万不能上当 直接爱德华撑着下巴饶有趣味的挑逗 你这会儿倒是害羞了 刚见面那会儿也是在浴池 你可是一直盯着我的身体看了好久 既然现在已经是恋人了 我是允许你看个够摸个够的 说着就拉过女孩的小手 按在自己的胸大肌上 这个触感直接让夜出跪下了 小手从胸大肌一路滑到腹肌 他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感叹 老夫不行了 老夫投降 接着乖乖就范的他 就被爱德华拎到了浴池中央 洗头洗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竟成才到一半 弟弟扫兴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出现 大胆 竟敢善用本少爷家的浴池 爱德华不想与这个人多言 便站起身离开 感受到被无视的弟弟有些不服气 上前拦住他们的去路 你就是那个我爹在外面生的野种吧 怀里的夜出感受到来者不善 伸出小拳拳赶他走开 却遭到了这人的挑衅和侮辱 这是你女儿 还真是可惜了这张脸啊 因为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玩物了 本来想稀释宁人的爱德华 听了这话彻底被激怒 他冷着脸自言自语 好些日子都没有猎杀吸血鬼了 只见他轻轻放下夜出 随后响起东的一声 弟弟的头就被深深地按在水里 还没等弟弟骂人的话说完 又是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水下的这张脸已经鼻青脸肿 他疼得呲牙咧嘴 竟然打脸不可饶恕 接下来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简单地平雷劲逼的他 直接使用大招 他居然发动结界将爱德华和夜出 困在了深潭之中 爱德华急忙游到已经缺氧的夜出身边 却没想到他身上的玉袍被大水冲走 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光溜溜的女人的身体 这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 他抱起缺氧的夜出吻了上去 哦不 是人工呼吸 得到缓和的夜出 对爱德华比了个双Q的手势 可爱德华已经筋疲力尽 现在正急需补给 作为回报 他也将手递过去给他吸血 玉翅旁弟弟正在跟美女吹牛 这时头顶突然喷的一声巨响 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结界 居然被爱德华冲破了 正当他震惊于女人怎么被炮大时 爱德华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 鼻青脸肿的他 趴在地上悄悄放出狠话 砸碎以为我没大招了吗 可他嘴里的大招居然是给人跪下 只见他努力挤出星星眼恳求地说道 哥哥 我们可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要是真的杀了人家 人家的小星星会痛的哟 可爱德华不吃这套 小星星 你有这个器官吗 随之就把他扔到天上 与月亮肩并肩 还以为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个青铜 结束战斗后他们回到房间 已经变回成人的叶初 坐在床边闷闷不乐 因为刚才在水池里 被爱德华看了个精光 不过看他现在一副要死的样子 就允许他再吸一次血吧 听见这话床上躺着的人一脸坏笑 既然是送上门的那我不客气了 原本虚弱的身体此时 却突然充满力量 将叶初猛地揽进怀里后迎笑道 比起手腕 我觉得你身体的血液更有诱惑力 叶初不理解 难道不都一样吗 爱德华的手抱得更紧了 那要品尝了之后才知道 叶初拼命挣扎将他的脸推开 嘴里还大喊着不要 那里不行 见男人这么执着 他又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拜托不要在那么显眼的位置 面对着娇滴滴的哀求 爱德华心软了下来 那就如你所愿吧 接着他不安分地手游走在女人腰间 一个不留神腰带就被他迅速抽走 那么这里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 这个举动把叶初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 他惊恐地质问眼前这个男人 你想对老夫做什么 爱德华里所应当的说 当然是做让人害羞的事了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随后他捧起叶初 泛起红韵的脸上下摸缩 而且要是能在恋人那种美妙的地方吸血 岂不是幸福死了 但是在吸血鬼眼中很美好的事情 人类却认为很可怕 叶初看向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魔鬼 爱德华只好先冷静下来 难道是良心发现了 并不是 对方的反抗让他更兴奋了 不过他会考虑换个地方 于是他扛起少女纤细的小腿 心想这里的血应该也很美味吧 一股疼痛袭来 叶初忍不住紧闭双眼 难道以后都要试着学会习惯吗 听见爱德华心满意足的宝格后 他更难受了 这个杀千刀的混蛋只知道自己爽 都不考虑他的感受 他气愤地站起来用小拳拳捶爱德华的胸口 看着吵闹的他爱德华连忙护住他的睡袍 亲爱的 你又走光了 眼下只需要一个素体就能将妈妈复活 而最合适的人选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他将女朋友叶初护在身后 愤怒地对提议的人说 妈妈肯定是要复活的 但我的女人你们休想动她分毫 一旁的爸爸也是满眼杀气 对着手下狂怒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是禽兽吗 看把我儿媳妇下了 随后手下又解释只是共用一副躯体 叶初不会有性命之忧 幸好他解释清楚了 不然这对父子可能会把他抽筋扒皮 只是叶初因为每天要承载两个灵魂 所以会变得虚弱无力 这就需要每天都要进行爱的滋养 他们不明白爱的滋养是什么 手下见兮兮地说 就是那个 你们懂得 显然小情侣对这句话过分解读了 在一边不好意思地扭捏起来 当听到只是做全身按摩之后 两个人纷纷愣住 说话不说清楚真是欠揍 最终叶初在众人的期待中答应下来 夫人也成功复活 她一醒来就揪起父子俩的脸说道 你们两个自私的家伙 又来护护人家小女孩 这副凶巴巴的样子绝对是夫人没错 可还没等爱德华与许久未见的妈妈聊会儿天 他就被爸爸急吼吼地赶走 因为现在的他变成了一个电灯泡 他只好无奈离开 临走前还警告父亲不要碰叶初的身体 此时被打的弟弟正跟祖父告状 不知道爱德华使用了什么阴招 竟然能轻易冲破自己那坚不可摧的结界 只见祖父目光凌厉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他能变这么强还不是因为喝了那女人的血 叶初根本就不是人类 单纯善良的他居然是魔族之女 当年血族与魔族对抗 魔族王子为瓦解血族势力 便设计引诱血族公主凯琳娜 不久后生下一女 意识到闯祸的凯琳娜试图解决掉这个恶 而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她下不去手 只好命埃里克处理 可没想到埃里克也于心不忍 不仅放过了小婴儿还悄悄把她养大 而这名女婴就是叶初 现在她的身份被爱德华的祖父发现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竟施法让她的血脉得到觉醒 体内强大的恶魔力量使叶初彻底黑化 爱德华纹身赶来与老头对峙 却被一股洪荒之力猛地推开 她亮亮呛呛地走到叶初身边小声询问 你难道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吗 当听到对方能喊出自己的名字时 她的委屈如同泄洪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质问的声音也随之提高 那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也要下地狱 听见这话叶初却不为所动 爱德华好奇地摆摆手 心想她不会真的是魔女吧 但她这么单纯善良应该不会伤害别人的 叶初一个大大的拥抱 放心 我连浓缩版的你都能接受 暗黑版的我也绝对没问题 只要是你 就连脚脚我都觉得很可爱 被摸来摸去的叶初有些不悦 迅速闪开离她一步之远 爱德华欣慰地笑了 这才像平时的样子吗 就在叶初低头沉思身份与种族 有没有那么重要时 一个邪恶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你的使命就是送他们归西 就这样 沉浸在得意中的爱德华 突然就被叶初扔了出去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又是咚的一声 叶初冲到她面前 将身后的强杂的粉碎 眼看下一秒拳头就要落到自己脸上 她赶紧抓住女人的手腕 你这丫头疯了吗 中的什么鞋 正是她下意识的这句话 让她反应过来 叶初一定是中了魔咒才会这样 那这就好办了 只见她懒过女人猛逼的脸 在一片混乱中吻了上去 喜欢的人黑化成魔女 她居然用接吻破解 却被失去理智的叶初当成色鬼 一拳头打在她的脸上 她捧着变成包子的脸 暗自苦恼 果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不是说男主人亲一下就会变回来吗 这个方法显然行不通 但为了拯救恋人 她不能做事不管 只能再是试别的办法 只见她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 恢复帅气逼人的模样 对叶初说道 我只好来吸血了 听见这话的叶初直接抱着 血红的眼睛充满杀气 浑身的力量迅速集中到手中形成地狱之火 看这样子爱德华真的离地狱不远了 一旁祖孙二人淡定地看他们自相残杀 坐收鱼翁之力 好在这时候爱德华父亲及时赶来 将失去自我意识的叶初用铁链禁锢 随后扔给爱德华一把短剑 让他去叶初的精神世界斩断邪念 时间紧迫父亲已经快要支撑不住 爱德华匆忙来到精神世界 却发现这个邪念面容娇好身材火辣 他拍拍脑袋告诉自己要保持清醒 眼前站着的可是控制叶初的邪念 绝对不能对他心刺手软 这时邪念朝他飞来 他握紧短剑调整战斗姿势 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来者没有攻击他 而是将他压倒在地跨坐在他的腰间 接着又捧着他的脸一脸邪魅 来吧 坐鲜你喜欢的是 爱德华被挑逗的小脸通红 现实里的他也是鼻血流了一地 父亲担忧地不停喊他的名字 提醒他不要被那东西迷惑 再不抓紧叶初就回不来了 女人退去身上的衣服后朝他的脸靠近 来吧 坐鲜你想做的是 他内心正痛苦地挣扎 因为他是来杀这个坏女人的 女人是控制叶初的邪念 但这个有着和叶初一样的脸的女人 对他来说有种莫名的诱惑 导致他手中的刀都拿不稳了 邪念看穿爱德华的小心思 又将衣服退了的金光紧紧贴着爱德华 不如让我留在这里 我可是比那个女人更加懂你的 你就忘了他好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 让爱德华本下不去的手突然朝邪念挥去 毕竟他有家族遗传的宠妻狂魔 说他女朋友的不好 不管是谁都得死 就在邪念错愕时他又补上一刀 并在耳边冷漠地说道 你终归不是他 不过你确实更懂我 随着邪念的消失他也回到现实世界 被巴掌拍醒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家的初在哪里 夜初也已逐渐恢复意识 对爱德华伤痕累累的脸 他感到无比抱歉 他没想伤害任何人的 只是当时控制不住自己 他的痛哭反而让爱德华安慰他起来 没事 我可是你难跳呢 你这辈子都要由我守护 随后又当着众人的面环抱住他 并在身后暧昧的耳语道 等回去以后我可要好好地惩罚你 就在这时祖父这个老头又搞小动作 表示为了家族要除掉夜初这个祸患 爱德华父亲冷笑 什么家族 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吧 此时夜初心里一股怒火无处释放 只见他奋力挣脱捆绑的铁链 突然身边燃起一团紫色火焰 并且直逼小老头而去 本就腿脚不利索的他更是无处可躲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夜初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无辜 自己的想象怎么成真了 难道自己真的是恶魔吗 地旁父亲也是捏了把汗 小恶魔的力量已经觉醒了 儿子以后就自求多福吧 这个男人露出自己的八块腹肌 让眼前的女人帮自己疗伤 女人怀疑他是以治疗为借口的耍流氓 转身就去找侍女拿药膏 却被爱德华拽过来粗暴地扔在床上 看着体力悬殊的男人他只好投降 表示自己愿意献血赎罪 而爱德华却觉得谋杀亲夫的仇 只让他献血不够过瘾 所以又心生一计 他告诉夜初犯了罪的天使会沦为恶魔 并且会携带强大的治愈力 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机会 试一下便知他是不是魔女 夜初显然是信了爱德华的鬼话 睁着圆圆的眼睛询问他怎么测试 只见爱德华袒露胸脯向他缓缓靠近 笑容里掺杂着不怀好意 把我伤成这样你多少也要拿出点诚意吧 舔尸下伤口看看能不能愈合 夜初汗颜 一顿心理建设之后 他忐忑地闭上眼睛伸出小舌头 趴在伤口处倾填起来 但是伤口并没有愈合 爱德华心想他真是太好骗了 不过可爱的样子真是惹人喜爱 他摸摸夜初的脑袋 表示其他地方也要好好治愈 夜初向想起来什么事的呵呵冷笑 随后猛地将他反扑在床 既然你想完 不如我们来点更刺激的 身下的男人背着强大的气肠下的头顶冒汗 他望了眼前的女人可是个小魔女 自己等会不会死得很惨吧 跨坐在他腰间的夜初面色阴了 就在这时他感觉腹部的衣服被女人掀开 他瞬间警觉起来 这里不行 夜初的手在他的腹部来回试探 最终停在腰带的扭扣处 他目瞪口呆地看向裤裆 急忙制止女人的下一步动作以保真捷 从来都不会主动的女友今天受了什么刺激 难道是自己的魅力让他迫不及待了吗 不过这种事还是由男人来吧 他凑近女人的耳朵咬了咬 夜初感到一阵苏麻发出娇羞的声音 这个亲密的举动让他突然想起爱德华今天的行为 面对勾引他的坏女人 他居然说那个坏女人更懂他 身为正牌女友的夜初自然是不服气的 勾引这种事他又不是做不到 爱德华这才恍然大悟 露出意味深长的一笑 原来他是吃醋了 生气的夜初想要下床离开 但爱德华怎么会轻易放过送上门来的食物呢 只见他挡住夜初的去路后一脸坏笑 谁允许你离开的 接着一把将他按在床上 夜初吃痛的叫出声 爱德华又挑起他的下巴认真说道 做好准备了吗 中途叫停可是没用的 随后夜初的衣服就被他邪恶的手指勾了下来 看着男人势必要把他吃干抹尽的样子 他不禁瑟瑟发抖 不行不行 这样会连扎都不剩的 就在爱德华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脸上突然遭到的重击让他兴趣全无 夜初闪到一边大口喘的粗气 自己差点就被吃掉了 果然还是没做好准备 爱德华无嘴笑笑 说好的现身居然又跑开了 过来吧 我就猜到会这样 不过等我们回去以后 我就不会心慈手软了 夜初正安静地睡觉 爱德华温柔的眼神仿佛能融化冰雪 他摸摸肤肌上的伤口 自从夜初舔事过后没多久就愈合了 他果然是小恶魔 睡梦中的夜初梦见自己的小时候 他使用魔法帮助爱德华吸人血 结果被妈妈发现 将爱德华关了禁闭 这个嘴角有克制的女人就是爱德华的妈妈 也是夜初的养母 夜初被丢弃后是他们悄悄养大的 虽不是亲生却是她为己出 突然这天脸上有纹身的亲妈找到了她 从此饲养夜初的事情败露 由于养父母与亲妈的身份力量悬殊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亲妈强行带走 陷入梦魇的夜初浑身颤抖发出污的身影 爱德华沉重地叹了口气 将她拥入怀中轻语 乖 我会一直陪着你 可是过了很久夜初还是没能从梦魇中醒来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只见爱德华撅起嘴巴口齿不清地说道 你再不起来我要亲你了 此时夜初突然有了反应 不要 放开我 放我下去 爱德华有些失望 她就这么讨厌我吗 随后沉睡的少女又说道 放开我你这个坏女人 爱德华反应过来原来不是说她的 现在还有办法能让她醒来 就是有点冒险 只听见啪的一声 夜初睁开空洞的眼睛 随后对爱德华又打又骂 清醒后她说出这个奇怪的梦 爱德华觉得真是离谱 她是恶魔而自己是吸血鬼 怎么会是兄妹呢 夜初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自己真的是恶魔 爱德华掀开胸前的衣服 原本伤痕累累的肌肤 现在已经完好如初 这足以证明她拥有强大的治愈力 也就是说她不是人类 而是一名恶魔 但是夜初在人类世界 有父母有哥哥 自己怎么会是恶魔呢 这是怎么回事 她怀疑自己的女友是恶魔 于是来找父亲证实 果然不出她所料 父亲告诉她 夜初是血族与魔族的混血 出生后就一直被视为祸患 就连她的母亲凯琳娜也想除掉她 善良的爱德华父亲 将她偷偷带回家领养 可最后还是难逃被发现的命运 凯琳娜愤怒地将孩子带回去虐待 之后爱德华父亲 为凯琳娜出谋划策 表示可以将夜初培养 成在魔族的耳目 小夜初这才得以生存 可惜好景不长 凯琳娜败给了安娜女王 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惨死 而爱德华夫妇 也被害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小夜初在这之后也失踪了 就在爱德华听得入神时 夜华找了过来 一进来就质问她的妹妹夜初在哪 看样子是藏不住了 他们只好一行回去 马车内气氛异常地尴尬 夜初开口打破沉默 她好奇地询问哥哥 他们是不是亲兄妹 是不是大约五岁左右的时候 被抱过去抚养的 哥哥脸色突然变得阴沉 这都被你发现了 随后又诡异地凑到他的耳边告诉他 其实你是隔壁老王的孩子 可为什么公爵说 他是恶魔和血族的混血呢 哥哥怀疑他在胡言乱语 摸摸他的头感受他的体温 并认真的说道 你一岁的时候从床上翻滚下来磕破头 还是我给爸妈打的电话呢 然后又给他看全家福 这是在他三岁的时候拍的 夜初陷入迷茫了 明明梦到了自己是魔族的公主 现在身上还有魔力 这发生的一切都怎么解释 哥哥闭上眼不想理他 不用解释 你该吃药了 此时魔族的领地内 巫师告诉王子在血族境内发现了魔族迹象 确定就是小公主的能量源 王子哈哈大笑 证明手下心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如果能娶到公主 那么领主的位置也就有望了 当下车哥哥就接到手下的通报 看他们神神秘密的模样 爱德华心生怀疑 夜华出现后 猎人组织就遭到暗算和坑杀 这件事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可面对这个问题 对方却守口如瓶 这让他更加确信 就是眼前的人干的 他捏紧拳头 就要与未来小舅子拼个你死我活 幸好有夜初和沃克拦着 不然他的恋爱将会断送在自己的冲动之中 而夜华只是淡定回头 问他是否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 如果愿意的话 就去西郊的废弃村落附近找他 不过那里还有一个迫不及待 想取爱德华性命的女人 要过哪种生活可要想清楚 说完便扬长而去 他走后 爱德华这一整天都忧心忡忡 因为沃克打听到猎人组织已经瓦解 到了晚上本该休息的时间 夜初被瓶子碎裂的声音惊醒 他急忙跑来传出声音的房间查看 却发现此刻爱德华正在喝闷酒 伤心的他向夜初倾土中肠 他恨血族 而组织正好给了他复仇的机会 这么多年来大家互相扶持 没想到现在竟然败在了夜华的手里 夹在中间的夜初进退两难 哥哥与恋人反目成仇 他选择了相信亲人 他认为哥哥一定是被女王所胁迫 而且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着爱德华 这不是爱德华想听到的安慰 为什么自己最在意的人总是帮他说话 心也永远想着他 夜初眉头紧簇 不是这样的 悲伤的蓝色瞳孔仿佛还要诉说着什么 但不知如何表达就又隐藏了下去 只见他退去外衣走向爱德华 接着在男人惊讶的目光中缓缓凑近 男人问他在用这种方式消除对他哥哥的恨意吗 他认真地解释道 与哥哥无关 他只是想证明他的心和身体都是属于恋人的 面对女友的撩拨 爱德华这次不会再让他逃跑了 于是他迎接柔软的双唇望我的接吻 这时夜初又问他想要吸血吗 爱德华自然是不会放过诱人的食物的 他张开大嘴露出尖尖的牙齿 在女人的腿上稀释起来 夜初疼得浑身颤抖 爱德华清楚他楚楚可怜的脸颊 随后一把将他推倒 他清楚地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只希望对方能温柔一些 爱德华温柔地答应 那当然 你可是我最真实的人 从此两个人的灵魂便有了依托 都期盼着能与对方相伴一生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个圣洁之夜 第二天爱德华头痛欲裂地醒来 看到了桌子上的酒瓶 以及枕旁的女人 他恍然大悟 激动地转身对夜初说道 你辛苦了 夜初摇摇头表示没关系 爱德华开心地捧着他的脸 那么我们也算是半个夫妻了吧 女人已经说不出话 只好害羞地点点头 爱德华在得到认可后一把将他扯过 那你的下半生就由我来负责了 接着又把他轻轻放下 让他继续休息 而自己已经亢奋地睡不着觉 干脆起身去做早餐 他想起昨天的事就忍不住小脸通红 心想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老婆 或许也是心情好的缘故 做了非常丰盛的早餐 让沃克这个吃货垂涎欲低 饭桌上气氛轻松愉快 而爱德华却又想起了自己的组织 想起了夜华对他说的话 身旁的两人也注意到他的情绪 沃克看着老大忧愁的脸 心想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 夜初出去采购的路上 不小心撞到一个男模 他是魔族王子的手下 受命抓夜初回魔界 男模拽住他出言不逊 甚至说是他命中注定的新郎 夜初愤怒地抽回胳膊 警告对方自己是有家世的 不要打他的主意 男模瞬间明白他已不解 那就只好先帮他进化再带他回去 夜初使用魔法吓退这人 男模确实是被吓到了 但却毫发无伤 他拍拍胸脱喘了口气 接着又追了上去掐住夜初的脖子 身为魔族公主就这点伎俩 真是丢足人的脸 而作为本王未来的妻子 我真是该好好教你怎么顺从本王 夜初拼命呼喊爱德华 就在男模嘲讽他喊的人在哪里时 爱德华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威严的表情让人占领 把你的脏手从我女人身上拿开 男模一脸无所畏惧地询问道 你就是让他堕落的男人 话音刚落就听见砰的一声 爱德华冲过来给他狠狠一拳 关你什么事 他被掐着脖子无法动弹 处于下风的他便悄悄息事 爱德华的魂魄 爱德华痛苦的表情让夜初担心不已 这时突然轰了一下 周围迅速被紫色火焰包围 男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倒在地 再看夜初 他完全换了父母样 纯洁系现在已变成暗黑系 还恶狠狠对男模说 真是找死 爱德华看着自己的暗黑系老婆不由的胆叹 厉害了我的小恶魔 解决掉坏人后 他又变回单纯的夜初 心想看来魔族的人也奈何不了他 于是转身对爱德华笑盈盈地说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 我可是会让他生不如死 爱德华紧张地陪笑 这他哪敢欺负啊 秀恩爱死得快 这个道理在吸血鬼的世界从不存在 爱德华就喜欢秀恩爱 他一个大男人此刻正抱着女友撒娇 夜初笑着让他不要闹了 饭做好了快去叫沃克吃饭 这个场景让他有种婚后生活的感觉 美哉美哉 可去叫沃克的爱德华正看着纸条眉头紧簇 上面写着 老大 我去帮你向夜华问清楚 让这件事有个交代 这家伙就这么一个人去了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他实在是放心不下 于是只能放弃美好的早餐去部落寻找沃克 夜初不忍让他独自前往 吵闹着非要保护他 这护独自的样子令爱德华着实心动 但那地方极其危险 丢下一句撒娇没用后就将夜初安置在家 昨晚的沃克找到夜华哥 他大意凌然地说要帮对方摆脱女王的控制 却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他自愿的 原因就是为了权力为了更多的自由 还有杀戮的快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大概再也做不成一家人了 沃克失望而返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这个粉发女人 此刻爱德华已经潜入夜华的房间 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声质问沃克在哪 夜华慢悠悠地戴上眼镜说道 我一直等着你来 他之前确实找到过我 不过不久后就被戴难女爵擒获了 随后握住爱德华的手在自己的脖子上割了一刀 并用坚毅的眼神告诉他 做戏一定要做得逼真 爱德华一脸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夜华又补充道 拿我去做要挟吧 或许能交换成功 不过你也可能会命丧于此 他到底做了什么能让这么多人都想杀他 爱德华假装绑架夜华 将他带到戴难安娜女爵面前 以一命抵一命的条件赎回沃克 女爵看到来人却非常高兴 因为他已经找爱德华很久了 自从哥哥被猎人杀掉之后 他活下去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亲手干掉爱德华 而爱德华内心毫无波澜 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你去后面排队吧 女爵劝告他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随后刷地冲到他身边 却没想到被轻松躲过 对方又一拳将他打得退后好几米远 这反应速度让女爵惶恐 这时夜华突然倒闭 背后还有一道长长的口子 女爵心疼地喊着他的名字 但其实这都是他和爱德华的计谋 因为他两边都不好插手 只能用装晕的办法为爱德华争取逃生的时间 外面爱德华背着沃克杀过重重士兵 但一一抵百事暂时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这时周围燃起紫色火焰 煞时间部落内哀嚎遍地 原来是夜初来救他了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老婆 夜初飞到他身边做掩护 并用翅膀挡住身体后大吼 有什么冲我来 然后剑真的就冲着他来了 他嗷嗷痛哭的声音引来了哥哥 看着夜初这么危险他也顾不得装了 直接拿着剑冲到门来 嘴里还唾骂爱德华是个魂球 竟然让他妹妹做护盾 一旁的护卫让他不要杀出去 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 他看着夜初拼命的样子说道 我如果连最重要的人都守护不了 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 就这样爱德华在夜初的掩护下突出重围 背后的沃克此刻也醒了 他看着森林里的一片花海对爱德华说 我好疲惫 如果能在这里长眠也好 这些胡话让爱德华更加气恼 于是质问他为什么要孤身一人找夜华 沃克结结巴巴地回答 因为老大在哄他 而且我觉得他并不是坏人 他其实是想让我们远离他 他一直都在保护我们 说完沃克的头就再也没能抬起来 他们在前面跑仇人在后面追 就算有老婆这个小魔女保护 爱德华还是在乱剑中受了伤 女爵阴险一笑自以为大仇就要报完 却没想到爱德华的父亲来了 不仅放了他们还抓到女爵教训了一顿 他的剑朝女爵的右手挥去 这一剑你要还给沃克 随后又挥向左手 这是你设爱德华的那一剑 女爵趴在地上有些不服气 不能死 哥哥的仇还没报 他伸手努力去购地上的弓箭 可此时公爵的剑已经高高举起 这一剑很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安娜女王来了 顺从了那么多年 终于装不下去了是吗 公爵的手被控制而动弹不得 他那么女王怎么知道这里的情况 这也是从女王身后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自己的二儿子 看样子就是这个逆子在通通报信 女王冷哼一声 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上 你早就随你的主子凯琳娜去了 公爵也不示弱 只可惜你这女王位置也要做到头了 因为即将取代你的人已经归来 另一边沃克已经没有呼吸 爱德华的眉眼间尽是悲伤 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 沃克为了他总是疲于奔命 现在为了他也命丧于此 但他只希望沃克能好好活着 其他什么都不用为他做 这一刻他竟然有些怨恨自己不是纯血统的血族 不然就可以转化沃克了 他喊了句傻瓜后 就将沃克埋在这一片花海中 愿他去了天国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天使 夜幕 爱德华觉得胳膊一阵巨痛 胸口也都是毒液的痕迹 说明伤口的毒液已经扩散了 此时天空电闪雷鸣 就快要变天了 夜初赶紧露出肩膀给爱德华吸血 可是还是没能让他有一丝好转 中毒的那只胳膊从夜初的肩膀滑落 然后晕倒在他的怀里 夜初将他安置在一个山洞里 并且果断划开自己的手腕为他喝血 只可惜他的好心用错了方向 中毒难道不应该吸血吗 看着奄奄一息的男友他有些气氛 直接揪起爱德华的衣领说道 喂血也不行 到底怎么办才好 说好的对我负责保护我呢 真是个骗子 外面狂踪暴雨 两人只好在山洞里生火取暖 他看着爱德华安静的侧脸心想 只要你愿意醒来 多久我都愿意等 谁让我遇见的是你 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第二天爱德华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他只能起来为自己寻找食物 这时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真是让我好找 竟然躲到深山老林来了 他就是魔族王子的手下男魔 自从发现夜初是小公主后 他就一直盘算着利用夜初巩固王位 所以夜初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他毫不留情地将树上的人击倒在顺势接住 被攻击的夜初直接便生小恶魔 愤怒地从男魔怀里挣脱 男魔觉得这个女人不知好歹 便使用魔法把他教训了一顿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上前甩了他一巴掌 夜初一脸不可置信 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仅仅是因为不跟他结婚 他就这么残忍伤害别人 接着迎来的又是男魔的一脚 真是太过分了 此时爱德华不知为何开始浑身颤抖 但就是醒不过来 受伤的夜初毫无反抗之力 男魔将他抗在肩上说道 爱丽亚 我会锁你一辈子 此时爱德华待的山洞里进来几个士兵 其中一人拿着剑神色紧张 在发现爱德华中毒时他才放下心来 就是现在 他高高举起的长剑朝爱德华挥去 山洞内瞬间溅起一片血红 战无不胜的爱德华静落的这个地步 他虚弱地闭上眼睛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对夜初的承诺要怎么办 听说人在将死之时会回忆这一声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这一天 凯琳娜公主的士兵破门而入 近来就让他们交出爱丽亚 否则就把他们一家人都杀掉 这个与夜初极其相似的小孩就是爱丽亚 她是凯琳娜公主的女儿 两个小孩从窗户逃走寻找爸爸 士兵们的穷追不舍让他们惊疲力尽 爱德华打算一人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这样爱丽亚才有机会逃走 当他来到瀑布前却又被团团围住 眼看就要被抓走 身边突然轰的一声 一团紫色火焰打的士兵措手不及 是爱丽亚来了 爱丽亚稚嫩的声音此刻却无比坚定 你在哪我就在哪 可接下来又一个士兵朝爱德华冲来 他一个没站稳掉下的瀑布 爱丽亚急忙冲过去拽住他的手 完全顾不得身后这个男人 锋利的剑就要落下 又是一阵紫色火焰让士兵惨叫连连 爱丽亚不认识这个来人 但感觉他不是个善茶 不耐烦的语气让男人想起了凯琳娜 他慈爱地看着爱丽亚说道 还真的和你母亲有几分像 接着他看向爱德华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 爱是的家伙 你不配和他待在一起 忘了他吧 爱德华被他的魔法击中 就这样掉下湍急的瀑布 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现实里 爱德华不知不觉地被带到了安娜女王的领地 并遭受了所有能用的刑具 现在还上存半口气在 安娜女王却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这是一旁的叶华提出建议 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 可以利用他除去朝中内患 安娜女王觉得这个注意不错 但他也隐隐察觉到 对方是在变相帮爱德华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叶华解释自己不敢拿自己的前途 和性命开玩笑 若是不放心 可以让他亲自首任 剩下被捕的猎人将功抵罪 安娜女王冷笑道 杀死同伴这方法倒是够狠 叶华看向爱德华的眼神哀伤 对不起了 只有活着一切才有可能 闭睁眼发现自己变成了别人的新娘 还睡在魔界的寝宫 南魔喊他埃丽亚 并要带他见父皇 他感到气氛又有些莫名其妙 表示对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兴趣 而且自己不叫埃丽亚 这些话激怒了南魔 南魔把他强行控制在床上 嘴里还阵阵有词 你身上的恶魔气息 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你逃不掉的 巫师说了你注定是我的新娘 只听见屋内转来啪的一声 叶华死死护住胸前的衣服 而南魔脸颊一片瘀青浮而沉思 我怎么突然变得心慈手软 不是应该强攻下去吗 他站起身看着誓死不从的叶初 顿时没了继续下去的兴趣 于是转身命令守卫看好他便离开了 床上的叶初留下两行青泪 他想起了受伤的爱德华 爱德华还在山洞等着他 必须要让自己变强逃出这里 此时爱德华已经恢复衣冠楚楚的模样 面前被捆绑的人是他昔日的战友 他们曾经共同捕杀吸血鬼 现在爱德华竟然要置他们于死地 战友们不停地大声辱骂 试图唤醒老大的良心 自相残杀 太有趣了 随后转身又对叶华说道 还是伯爵会玩 正如叶华所想 爱德华的这个举动成功取得了安娜女王的信任 安娜女王正好有些不想脏手的事情 便交由爱德华代劳 魔界的领地内 叶初被打扮的高贵优雅 面前的魔族王子目光温柔 我的女儿 许久不见了 活了二十多年居然又多出来一个爸爸 这个世界还有多少惊吓是他不知道的 这个父亲为高权重 是魔族的王子 叶初借是告状关于南魔欺负他的事 还说南魔想利用他拱护王位 一旁的南魔气愤极了 上去就掐住他的脖子让他住嘴 父亲一脸平静地把两人拉开说道 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喜欢小打小闹 我回头会数落他 但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他的台就是你的不对了 叶初别别嘴对王子的做法感到不满 也为埃利亚感到悲哀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 丝毫不为女儿考虑 时间来到小时候 埃利亚被魔族王子抱走 凯琳娜接到通报后拦住他们的去路 因为他知道魔族王子的阴谋 不过是想夺走女儿报复血族罢了 可王子铁了心要把女儿带回去 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让埃利亚心烦意乱 凯琳娜也表示多说无意 于是直接使用魔法进攻 可没想到王子竟用女儿当挡箭牌 小埃利亚受了重伤 不久后就在凯琳娜怀里闭上了眼睛 夜晚凯琳娜请来了巫师 为死去的女儿布下法阵 并用自己的血做引子 将埃利亚传送到另一个世界 此时她应该很后悔没有保护好女儿吧 希望女儿能在没有纷争的地方幸福地生活下去 就这样埃利亚被传送到人类世界 转世成为了夜初 现实里夜初惹怒男魔后就被关在铁牢 在这一刻她的委屈达到了顶峰 她朝男魔怒吼 我到底哪里招惹到你们了 非要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我 男魔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说道 如果奴隶敢对我大喊大叫 我早就了结了她 对你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随后为夜初抚去眼泪 不过你这种表情看得倒是顺眼多了 夜初抱着胳膊蹲在角落 思考到底怎么才能出去 周围都是铜墙铁壁 只有解决窗外的守卫才是唯一的方法 虽然她已经转世为人类 可她血族与魔族的能力已经觉醒了 说不定可以控制他们 于是她走上前盯着守卫的眼睛说道 去帮我把男魔叫来 不要惊动其他人 守卫立马答应了她的要求 不一会有人来了 夜初娇弱地躺在地上 再见到男魔后 她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如果我顺从你 你会对我好一些吗 男魔一改之前的蛮横 表示自己会看情况 随后夜初提出要去浴场 自己已经受不了这个脏地方了 其实是因为浴场离魔界出口最近 而且有理由遣散士兵 到时候她可以顺利开溜 男魔还是有些拉不下脸 便问对方这是在要求他吗 夜初的手扶上男魔的胳膊 不是 是请求 请你答应我 男魔邪魅一笑 为自己的操作案子得意 看来在这关上一页还是有用的 不过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接着他们来到净化之权 夜初表示自己要和男魔共浴 请附近的侍卫立马撤离 感受到异常的男魔质问 他这是为何 夜初拿出身为魔族公主的威严说道 难道你想被他们看到 你被我胖揍的模样吗 什么命中注定的新娘 不过是一个身份地位低微的皇子 想靠魔王的女儿上位的老套故事 男魔怒了 你找抽是吗 说霸羊起手就又要扇他 夜初没在怕的 接住脸庞的手腕后 以极大威力的地狱之火将他打飞 掉进净化之权的男魔一脸不可置信 你怎么会 一夜之间 夜初捧着下巴一脸悠然自得 没办法 血统强大 岂是你这种低贱的恶魔能对付的 眼看打不过眼前 这个女人便又开始打胆情牌 你费尽心思逃出去 就是为了见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能给你什么 权力地位还是贵族的生活 夜初不屑 说得好像我需要你给我权力和地位 一个连爱都不会的人 不配拥有另一半 说罢就飞走了 去寻找他的心爱之人 哥哥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 但哥哥却背叛了他 女仆告诉他 哥哥说服了安娜女王 让爱德华做傀儡将功抵过 夜初气愤地将台灯摔到地上 原来哥哥与女王早就认识 他坐在一张照片前 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这么信任你 把你当哥哥一样 然而你终究不是我哥哥 那我就和你们来得鱼死网破吧 夜深人静 他独自来到藏匿爱德华的山洞 却只见地上干涸的血迹 而不见人影 他不敢往坏处想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 敢死一个看看 这事突然从身后传出一阵脚步声 他顿时警觉起来 是谁 小初 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是哥哥叶华 他是去夜初掩脚的泪说道 放心 爱德华没事 他还活着 我在女王手底下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听见这话叶初感动得泪如泉勇 他激动地抱住哥哥连声道谢 不仅谢他保护爱德华 还谢他这辈子能做他的哥哥 叶华被这些话整得一头雾水 招人嫌恶的恶魔 叶华看着他这般模样有些吃惊 他不知道妹妹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 于是戴上一个神秘的手套 随后又握住叶初的手 他的眼睛紧闭 叶初被追杀被欺负的事 就都浮现他的脑海 在了解一切后 清秀的眉眼顿时怒目远征 这个魔戒的畜生竟然打你 叶初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 哥哥解释这个手套是感知的法器 是昨天爱德华父亲的手下送来的 听见这话叶初露出担忧的表情 他还好吗 叶华叹了口气沉重地说道 他已经去世了 这个手套就是作为保护爱德华的交换 得知老丈人已经去世 他心急如焚地去找老公 希望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安慰 最终通过哥哥的帮助 他混进了老公所在的府邸 化身被敬献给爱德华的食物 但爱德华已经被女王夺去记忆 自己的老婆就站在眼前 他却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粗鲁地将他一把推开后 又让他拿钱走人 面对爱人的冷酷无情 叶初并没有放弃 反而蹲下温柔地与他沟通起来 大人 你有过心上人吗 我的心上人也是血足和人类的混血 他从前和你一样不爱笑不爱说话 不过每次有危险他都挺身而出 所以如果哪天他也深陷你找 我会全力以赴地帮他 可这些话还是没能唤醒爱德华的记忆 这些话说给你的心上人就好了 我没兴趣 随后就趴在他的肩膀贪婪的进食 叶初强忍痛意 抬头祈祷爱德华能快点恢复记忆 这是爱德华的眼神一正 他感觉到这个味道有点似曾相识 于是推开女人大声质问 你到底是谁 叶初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是你的 你的恋人 爱德华直接否定 这不可能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有 叶初打断他 然后坚定地告诉他 那是因为你被女王蛊惑了 谁知道爱德华的一个问题 竟让他哑口无言 一直在这里蛊惑我的不是你吗 突然砰地一声门被撞开 来人正是女王的手下带那女爵 你这个恶魔好大的胆子 敢在血足地盘抢人 叶初急忙揽住爱德华的胳膊 提醒他不要听女人的挑拨离间 这个人杀了他的伙伴和父亲 可爱德华却觉得叶初在编故事 还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 这个表现让戴那女爵心里非常得意 很好 你就猜忌吧 先把这个女人除掉再除掉你 于是在二人争辩的空隙 他手持短剑朝叶初次去 在这危急时刻 只见他紧紧握住女爵的手腕 随后严厉地呵斥他滚出去 女爵被这样对待非常生气 事实就在眼前 难道你想包庇恶魔 爱德华表示如何处置自己会看着办 无需他在这里指手画脚 女爵听了这画嘴脸立马变得凶狠可怕 他阴险一笑 还真是一对啊 可惜卫兵就快到了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看来他已经通报女王了 奇怪的是爱德华也掏出件美好气的说 那就让你陪葬如何 一旁的叶初感动得邓大兴心眼 难道他的记忆恢复了 爱德华一脸平静 没有 但直觉告诉我你比他靠谱那么一丁点 叶初心里暗爽 嘻嘻 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或许这就是情不知所起吧 随后表情立马严肃 那就强强联合一起战斗吧 最后他们在女王到来之前成功逃脱 可爱德华却还想着回去 因为他只记得不能违抗女王的指令 除了这个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就算逃出来了也不知道以后该何去何从 叶初气鼓鼓地嘟囔着 嗨女王呢 你重伤了她的手下 她现在恨不得包了你的皮 爱德华默不作声 她只好鼓起勇气使用绝招了 只见她将对方推靠在大树旁 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可不是我自恋了 这的确是因为你的内心还深深地爱着我 爱德华感觉到自己被她侵犯了 气愤地指责她是个无理又轻薄的女人 叶初看她慌张的样子有些可爱 瞬间就没了脾气 身后的翅膀也默默缩了回去 我就不想放手 她目光灼灼地靠近爱德华 然后轻轻点起脚尖 在男人的嘴唇蜻蜓点水了一下 更捉得爱德华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 片刻后叶初离开 她满脸期待地看着对方问道 怎么样 想起来没有 爱德华红着脸皱起眉头 没有 什么都没有想起 这个回答让叶初气得跳脚 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一个吻 爱德华不屑的声音响彻整个森林 谁想要啊 片刻后 附近响起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他们顿时警觉起来 还以为是女王追过来了 却没想到来人是男魔 她对叶初说道 该回家了埃莉亚 叶初一脸憎恶 这个麻烦的家伙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过来 她不想与这个蛮不讲理的人多言 于是抓起爱德华的手准备离开 可身后的人不为所动 表示自己不能违背女王 男魔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嘲讽叶初 在外面找野男人被甩 还死皮赖脸地缠着人家 说吧抓起他的手直接抢人 别在这里丢人了 跟我回去 被激怒的叶初黑化成恶魔 打算跟男魔动手 却被对方的攻击抢先一步 他被打得向后摔去 身后的爱德华本能地站出来 掐住男魔的手腕后发出警告 这是血族的地界 公然抢我的人 给我放尊重点 叶初看着爱德华认真的脸有些感动 原来他就算什么都忘记了 但还是会本能地帮助自己 这是男魔退后两步拍拍手臂上的灰尘 表示自己可是魔族的继承人 怎么可能会败给他们这种低贱的生物 随后双手一挥 去死吧 一股强劲的力量直逼爱德华 砰的一声 爱德华重重地撞上身后的大树 一个尖锐的物体扎进他的后脑勺 心爱的男人在自己面前受伤 叶初想去救他却无能为力 因为男魔将他牢牢拽住 并施法让他昏昏欲睡 爱德华用尽全力说道 放开他 刚才的撞击让他头痛欲裂 也让他减回了所有的回忆 他艰难地尝试直起身子 可被撞击的脑袋失去了平衡 他感觉到天玄地转指不住的呕吐 男魔缓缓回头嘲讽他省点力气 想和魔族公主在一起他还不配 然后就带着叶初离去 爱德华趴在地上大口呼吸 等着我 我这就去找你 这时突然窜出一个士兵关心地询问他 你还好吗 爱德华没有说话 而是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他 士兵又解释自己是叶华的亲信 可以先帮他治愈伤口 伤口治愈后 爱德华才有了说话的力气 你是怎么能准确地知道我在这里的 士兵交出一系列法器 其中就有能感知到危险的手套 爱德华注意到那件能射魂的挂坠 这不是他父亲的吗 父亲还好吗 士兵表示不清楚 自己只是奉命前来赠予法器 他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一问到父母的情况就一概不知 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士兵还告诉他如果遇到不能化解的危机 就去西南方向的迷雾森林 之后他来到戒备森严的魔戒 爱德华犯起了仇 就算躲得过手将也过不了那结界 这时面前突然冒出来一只熊把他吓了一跳 而且这熊还拖起他就跑 头朝后的他感到一阵眩晕 不久 熊在一个洞前停下 洞口还守着数只老鼠 这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通往魔戒内部吧 南魔的寝宫内 叶初睁开眼就发现身边围着一群侍女 手和脚也被铁链锁住 他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 南魔出现给初解释 他们在为我们的大婚帮你梳妆打扮 他不想嫁给这个南魔 南魔也知道他的心里另有其人 但他不在我 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利用叶初巩固王位 他露出势在必得的表情 对叶初的挣扎不予理睬 随后一把将他抱起说道 没关系 现在我就让你彻底忘了他 接着就向外走去 这时平整的地板突然崩裂 灰头土脸的爱德华钻了出来 他拍拍尘土轻松地说 没想到老鼠的定位还挺准的 南魔惊讶于他受了重伤怎么还活着 叶初惊讶于他的记忆恢复了 不然也不可能冒险来找自己 得到法器的爱德华信心拉满 直接瞬移到南魔身后掐住他的脖子 南魔吃痛手一松 叶初就掉了下去 不过好在被几只老鼠稳稳接住 爱德华掏出射魂法器吸取南魔的魂魄 南魔盾石面如土色没了力气 在他被瞬间甩飞的同时 一把剑插进他的胸口 他虚弱地抬起手 侮辱爱德华是只臭老鼠 听什么和他讲 爱德华眼神坚毅 就凭你不是真心爱他 也不尊重他 我绝不会让你有计可乘 说吧就带着叶初离开了这里 魔界外 他们想帮助自己的动物道谢 那只带路的小熊 正开心地拍手鼓掌 一定是之前林子里放了那些动物 冥冥之中 他们也受到了动物们的眷顾 这事爱德华撑着脸询问 叶小姐 接下来可是要一起逃亡复仇 你后悔吗 叶初靠近他红透的脸颊 这位先生你说呢 只要有你保护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 叶初又注意到爱德华的胸口 看来毒液已经向全身蔓延 可是这个毒只有女王有解药 回去的话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叶初担忧地问这该怎么办 爱德华眼神瞥向一边 应该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他们来到叶华口中的迷雾森林 本以为会是一片祥和 但没想到现实像的坟场 叶初紧紧贴着爱德华害怕地问 这里不会有鬼吧 他被这个问题逗笑了 你可是恶魔哀 鬼怕你才对 为了缓解诡异的气氛 叶初又开始轻声哼歌 就在两个人祈祷不要出现危险的时候 一根干枯的手指戳了戳叶初 叶初僵硬地回头 却看到一个皮肤铁青 浑身打着补丁的女鬼 他吓得直接一蹦三尺高 爱德华急忙把他的眼睛捂住 随后凶巴巴地对女鬼说道 不想死就滚远点 女鬼可怜兮兮地搓搓手 心里小声嘀咕 人家已经死了 小的是奉主人之命接见二位 看这样子不像是个坏女鬼 二人跟随他来到一棵大树下 一个可爱的声音招呼他们 这里这里 我是守护这一带森林的魔女 是受叶华哥哥的委托来保护你们的 叶初仿佛看到了希望 既然是魔女大人 那么毒应该能解吧 可魔女大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血族特制的毒 他也无能为力 爱德华沉思一会儿 打算去找父亲想办法 叶初陷入两难 他该怎么开口公爵已经过世了 血族界内 叶华曾帮助爱德华逃跑的事情 被安娜女王发现了 女王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么情深义重 看来他们一定有奸情 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 没想到你居然喜欢男人 叶华咳了两下 这是什么脑回路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陛下 我的品位还不至于这么差 安娜女王叫来了巫师 查看叶初到底是何许人也 可看到的却是凯琳娜公主的脸 可凯琳娜早就死于他手 这是他的孩子吗 他又想起公爵的话 难道取代之人 就是他 这个可爱的小不点 居然是魔女大人 整片迷雾森林都是他的地盘 他为保护爱德华和叶初 不被人追杀 将安娜女王困在了森林外 士兵们被有毒的雾气 侵蚀后四散而逃 女王也被一个个亡魂 吓得冷汗直冒 但其实这都是魔女师的幻术 女王知道人就在森林里 弹物实在太大 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只好利用叶华威胁 叶初看到哥哥后立马不淡定了 于是趁被幻术缠身的女王不注意 爱德华背起叶华就走 但去去幻术难不倒女王 她很快就注意到了叶初的背影 即使叶初已经溜得飞快 最后还是落进了女王手里 女王捏着她的脸恶狠狠地说道 当年我派了那么多兵去公爵家 都能让你死里逃生 只可惜了公爵夫人 最后烧得连骨头都不少 听见这话爱德华眼神变得凶狠 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杀害母亲的凶手 她放下叶华后 脚下一个借力 就冲到了安娜女王面前 汇聚了多年仇恨的拳头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女王被突如其来的拳头猛地击倒 只见她低着头缓缓开口 杀了你的父母和你的伙伴 我真的很抱歉 有时候我也很悔恨 内心会深深地不安 听完她说的话后 爱德华发出呵斥 一切都太晚了 可没想到 一连串阴险的笑声响起 安娜女王竟又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你们以为我会那么说吗 他们都是死有余辜罢了 你们两个小可怜虫 就让我送你们与那些亲人团员吧 突然 天空中电闪雷鸣 密集的闪电朝他们劈下 安娜女王悬在半空中 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模样 叶初也使出地狱之火 与女王过过招 一次两次三次 次次都被女王躲过 叶初气喘吁吁 她的速度也太快了 明明在那个方位又闪过去了 安娜女王像一个胜利者般俯视他们 随后给出足以致命的一击 叶初眼看着朝自己而来的闪电 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却没想到爱德华抱住了自己 那致命的闪电也激在她的后背 女王的这一击 以及身体内不断蔓延的毒液 已经让她命悬一线 这时女王的闪电又朝他们劈下 爱德华急忙推开叶初 顺手抄起一个尖锐的石头 带着满腔愤怒冲向这个万恶之源 正当女王震惊她是如何做到这么敏捷时 自己就已经被开膛破度 爱德华恶狠狠地说 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女王笑道 怎么 你想和我同归于尽吗 爱德华感觉到胸口一疼 她向下看去 女王的手穿过了她的身体 正在胸腔内摸索 心碎的声音清晰可见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握住女王的手说 那你可不要放手 直到变成灰烬的那一刻 你死了她就再也没有敌人了 女王被火炙烤的头顶冒烟 再这么下去的话一定会灰飞烟灭的 这时爱德华听见叶初喊自己的名字 她瞄懂接下来该做什么 只见她突然放开女王的手 向一边闪去 伴随着女王的惨叫声 她被瞬间燃成灰烬 爱德华也重重地摔了下来 叶初把她带到安全地区 可爱德华却连眼都不抬一下 一旁的魔女大人说 她已经没有心跳了 就连气息也没有了 叶初不愿相信 不会的 她只是没有力气了而已 然后咬破自己的手腕为爱德华喝血 恶魔的血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喝了血应该就可以恢复了吧 可她还是毫无反应 叶初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不许你和我开这种玩笑 你不要抛下我 随后她开始呜呜地抽气 此时叶华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仰天看向天空那轮红月 回去吧 时机已经成熟了 病房里 睡梦中的叶初一语不断 父母激动地站起身 孩子醒了 叶初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父母憔悴的脸庞 还没从悲伤中缓过来的她 这一刻眼泪又一次绝低 三个人相拥而泣 后来得知父母接到报警电话 称夜初晕倒在美术馆 妈妈关心地询问她这一年去哪了 她流着泪回忆道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经历了一场奇幻之旅 中途遇见了我的王子哥哥 父母温柔地倾听女儿的滔滔不绝 之后 她在没有爱德华的世界平淡地生活着 并把对她的思念写进小说 原来是在相爱 若是有奇迹出现 无论多久 她都等着与她的再次相遇 这天牵手回现场 她百无聊赖地画自己和爱德华的漫画 周围突然一阵骚乱 大家的目光被一个男孩吸引 就算是全副武装也挡不住的帅气 她缓缓来到夜初面前说道 可以要一张夜初和爱德华的千惠吗 随后摘下口罩 口罩下居然是爱德华的脸 夜初拿笔的手剧列颤抖 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奇迹 二人相视一笑 夜初红着脸回答 如你所愿 当吸血鬼来到人类世界 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居然是如何使用筷子 夜初一脸慈爱的神情 而爱德华努力适应人类的习惯 经过她不停的尝试 她终于夹起了一块鸡块 随后满脸期待地递到夜初嘴边 夜初嗷嗷一口吃掉 幸福的粉红泡泡都要溢出来了 还以为这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没想到还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菜 感动的流泪 爱德华有些不好意思了 解释道 只要一想到那些男人有机可乘 我就满血复活了 夜初被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然而事实上她是被夜华复活的 夜华得知穿越的条件有法阵 皱纹 血月之夜 还需要血足的血液座椅 只要具备上述条件 在接近法阵时 就会被吸入漩涡 被带入另一个时空 所以夜华怕妹妹留在这里触景生情 就让她回到了人类世界 而自己选择留在这里当王者 沃克在死后也变成了天使 时刻追随着夜华 公爵留下的一系列的法器 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射魂器将她的魂魄摄取出来后 就被暂时基于一个小胖的身体里 本体则浸泡在药草池修复 爱德华笑咪咪的蛊惑沃克 等下个血月之夜 就可以和自己一起穿越了 可是被沃克拒绝了 爱德华诡异的笑容 似乎已经看透一切 难大不中流吗 沃克慌张地解释 不是因为夜华哥才留下的 是有天使的新手任务要做 这难道就是不打自招吗 夜华偷笑了起来 这个画面被沃克捕捉到 顿时小脸飞红 他笑了 这是什么意思 爱德华在一旁打去 不是因为夜华你脸红的鬼啊 听见这些画夜出笑的和不拢嘴 信息量好大 那哥哥到底喜不喜欢沃克呀 爱德华表示 下次再见面就知道了 还是多操心操心他们自己的事吧 随后就抬起夜出的小脸 闭上眼睛靠近 夜出也撅起嘴巴期待着 却没想到爱德华 只是在额头清点了一下 顾忌重施 真是老头